会的来宾大家好 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候 我们主讲人现在已经全部到齐了 有一点迟了 不过我想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进行 今天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也是早就应该开始进行的一个座谈会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 这是由三个团体共同主办 由台北律师公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 以及台湾性别人权协会 那我们要办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讨论 我想大家来参加的人应该都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看到很多 像市政府大力的要进行扫簧的工作 然后在进行扫簧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其实用了一些 他们认为很正当的一个手段 可是在这些正当手段的做法之下 他们认为正当的 之下造成一些很多问题 几个重要的问题像网络原交 他们利用钓鱼的手法 把一些人或者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 调出来然后马上进行了 就是一个台湾的动作 那这些动作其实我们都会想到 这个人民权利跟警察权利之间 很多可能可以讨论的问题 另外像是扫房进入那个旅馆 任意的进入房间内搜查客人 或者是平常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 其实我并不能想在刚开始多谈太多 因为今天我们请了非常多 我觉得是在这个议题上 长期以来关注的专家学者们 所以我想我先就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学者 让大家先认识他们一下 我想我们按照我右手边的顺序 也将会是今天发言的顺序 那我右手边有两种算法 最远的那边是一种 最近的那边也是一种 经过我右边第一位的建议 最远的那边变成第一位 好 无所谓啊 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来参与座谈的会宾 第一位李茂生 他是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 也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那在刑法上是非常有专门的研究 不过他今天要跟我们谈的 是从儿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第29条来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那我们第二位发言的会是顾立雄 他是台北律师工会秘书长 我们今天很高兴 能够在这么好的场地里 使用这个免费的场地 完全是靠顾立雄的大力帮忙 觉得非常高兴 那他也是目前职业的律师 他要跟我们讨论 也是他非常专精的 警察权力规范与教所陷害 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仔细听听 他要谈什么 第三位就是坐在中间的刘静怡 他是中央大学产业经济所教授 他会跟我们讨论的是网络研交广告 与言论自由 第四位是他旁边的邱晃权 他是前台权会的会长 目前这是自由人权联盟的召集人 那各位要注意 各位都是自由人权联盟的基本会员 他要跟我们讨论的是 警察林建宇信权 我们今天非常期待他能在性权上面做很大的发挥 最后一位也是大家知道 他每次压强都会有令人非常意想不到的结论 那就是何春蕊 他是台湾性别人权的顾问 也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教授 他要跟我们讨论的是钓鱼诱捕 侵害基本人权 但是我们相信他的言论绝对不止这几个字 那我们现在就很高兴 我们请第一位李茂生李教授开始 欢迎他 其实我到这个地方来 首先 郭毅雄律师大概会不太高兴 因为最近他好像跟我 有点很奇怪的感觉 只要我一发言他就说你不知所缘 但是我今天我尽量用法律的语言来发言 这件事情其实是拍拳会 找不到人出来之后找我出来 我最近几年真的是忙了一段辅助 我刚从古葳回来 然后我觉得是狗犬比人犬重要 就先洗狗 然后就迟早 然后又想洗毒 所以就浪费大家一点时间 不要紧 那个其实我是想讲29条 但刚才听了一下 好像刘静怡也想讲29条是吧 对啊 那怎么办 好不要紧 反正我很厉害 那我的问题 刚才好像是顾立雄律师也要讲 对不对 然后加上刘静怡教授也要讲 那根本不需要我来才对 OK 那两个我都讲 我讲完以后他们就没可以讲了 首先我来讲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陷害教授的问题 陷害教授在我大学时代 我是蔡队敏教授的学生 我们都知道 在这样说他 他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是我们学界里面刑法跟刑术的权威 他在很年轻很年轻 也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他去写了一篇就是陷害教授的论文 那篇论文后来大家都引用 三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引用到现在 那台湾到底陷害教授的情形怎么样 我昨天到云林去的时候 我就问了里面的一个法官 那个法官跟我讲说 陷害教授多得要死 就看法官用心不用心 因为他们警察在收集证据的时候 前面一定会有一些调语的一些动作 但是把这个后面送上来的证据 他会把前面切断掉 那如果一个法官很用心的话 他就会把前面那一段 然后把他接起来 用很多的证言把他接起来 像说要讲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现在警察通常 所谓的陷害教授 都是用到比较轻微一点的犯罪 轻微一点的犯罪的话 通常像说赌博 卖春 这个就是新教育 就是儿童青少年新教育房子条例 第29条 那最近是这个比较多 以前都是赌博 赌博的话通常 说打博青哥 那打完以后就有什么游戏点 就是礼券 不是礼券 礼券就收购了 就是那些什么兑换券 那兑换券的话 警察就去打博青哥 就拿到一些兑换券 就去跑去跟老板娘讲说 我现在要回家没有钱 这个我换礼物的话 什么下次再来 有免费有怎么样的话 对我来讲不太方便 是不是说我干涉 我就兑换鞋 老板娘说不行不行 他就说你没有人性 没有爱心什么东西 那老板娘最后面就基于爱心 去给他换钱 那这个爱心就换来 老余子在 一般来讲 爬庆狗就是这样警察就很多 就变成说是提供场所 公安赌博罪 就被举发 那当然电丸的情形也是一模样 那最近的话就是29条的问题 29条的话通常一般人都是上网 说我是猛男 像台大最近有一个违反公平交易法的学生 已经被起诉 他怎么样违反公平交易法呢 因为台湾大学的硕士班的学生 一般的行情价应该是5000元左右 但是他竟然说就把这个行情打到1500 所以引起一些人不太愉快 这样子肖价竞争之下 大家的那种性工作权都会被剥夺掉 违反公平竞争交易 于是胡警察就把他提起 用29条 从他检察官那边去检察官那提起公诉 那台大就说这个学生违反 就是违反校规 那找一找找一找 校规里面好像没有说 不准到外面去卖身体这一条 我还想一想 原来是台大的校域受损 那为什么台大校域受损呢 因为台大的价码应该是5000元 1500的话 就觉得说台大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可以1500这样贱卖呢 我们是追求卓越的大学 1500真的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建议说 等到法院把这事情全部结束以后 我们要重重的惩罚这位同学 因为他无辱的校域 那这个案子的话 可能会到我手上 什么时候会到我手上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问了一下相关的律师 那有一个姓刘的律师 以前是当庭长的 有一次在考学部 他都讲说 去那边 只要是讲一声 说我很 就是我很抱歉 我并不是真正的很痒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新的生活态度 我非常懊悔以后 我会从事干净的戏 正常的戏 秘密的戏 绝对不会这样公开 我只会卖上半身 不会卖下半身 那这样子的话 法官就会原谅 通常就会用缓心 那我就问那个律师说 这个法官缓刑这种东西 弄下去到底会怎么样 缓刑三年左右 把学校这三年里面 他会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各位认为会不会留下记录 你到底警察的电脑里面 把你身份证之后拿上去 都还是会有记录的 那以后的话 你要考公务员或怎么样 像说如果说他是 好在他不是法律系 法律系学是比较聪明 通常不会被抓 然后这些奇观的 可能就不懂法律 就会被抓 而且他是被吊的 怎么被吊呢 其实他一千五 说实来话一千五 营养费都不够啦 他只是上去里面 就是哈啦哈啦玩一玩 女警就打电话给他 问他说你真的一千五吗 你是不是什么地方 有不对劲的地方 为什么台大学生那么便宜呢 他就说没有啦 没有啦 我很正常啦 只是我觉得说 应该服务大众 消架 其实他根本没想要 做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女警就一直引诱他 引诱他 引诱他到最后面 他整个兴趣都被挑够起来了 于是乎就在宾馆前面等 没想到是男警在等他 像最近女警队的工作 大部分都弄到这上面来 人民的保武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事情要做多一点 那据文 也有其他大学的学生 也有说上网说 我想一夜勤 一夜勤这根本是不管 但是女警就会去问他说 哪有一夜勤哪有这样子的 大家都要钱的时候 连太大都一千五了 你是不是五百就好啊 有一点钱也比较好嘛 对不对 爸妈事情的时候 洗洗澡也要钱啊 吃点东西也要钱 对不对 那就一百块成交好不好啊 他就这样就掉掉掉 在那里杀价价价价价 讲到最后面 随便你算啦 然后就见个面 反正随便你算就被录影下来嘛 随便你算的话就是要算嘛 对不对 对吧 纵然不给钱也是算过了才不给钱嘛 这也是交易 这不是服务 这不是赠誉 完完全全是一种零价马的交易 那这个时候当然话也就是二十九条 五年影像有期徒刑 那这一种东西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显黑教授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有人在谈论的事情 那我昨天晚上我觉得很有兴趣 因为我不是行述的人 突然之间要叫我去讲行述的东西 人家说老婆结不太好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还是要做一做 那我就到一个特殊的网站去 我就把昭和二十二年 就战后一直到平成十年 平成不是平成二十三年 平成十三年不是二十三年 加八十八马就二零零一年 后半年为止 我就オドリソーサ这个字 行述 行述文法再加オドリソーサ 我就把它一查 结果出来二十七件 日本有二十七件 オドリソーサ就是所谓的仙海教授 那二十七件算一算的话 他地院高院最高法院全部都加进去 其实オドリソーサ 这一个所谓的仙海教授 这些东西的话 算一算大概只有十几件而已 那我们现在不讲学理 我们发觉一个奇妙的一个事情 昭和二十几年战后的时候 他们弄什么 杜博 卖存 这两个 那里面就很多那一种的仙海教授 那仙海教授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本来没有犯罪的意思 然后别人教授你去犯罪 然后没想到教授你的人却是警方 在你还没完成犯罪的时候就把你逮捕 一般来讲 像说警察会不会去教授你说 你去杀人吧杀人吧 等到你已经把刀子架在人家脖子上 警察才出来说不准杀 有没有不可能 一般来讲怎么样 太接近法益侵害的程度的时候 警察会不会骂 所以警察做这个所谓的仙海教授的话 一定基本上是怎么样 不是那种死害犯而是危险犯 也就是说 其实做完也没什么伤害的事情 这种一刚开始的时候 反正我在整个的犯罪流程里面 我先教授你犯罪 然后整个流程不管你怎么做 其实都不会有什么伤害的时候 我中间我就夹进去 就是在任何一个事段就把你抓下来 那抓下来又怎么样呢 就弄到法院去 他就可以得到一些credit 后来法院就发现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说 重来是警察教授一个犯罪人犯罪 那个犯罪人被教授了以后 他有他的故意 对不对 他也做了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 他也侵害了某种程度的法医 那这样的话构成要件该当 违法责任都有 是完完全全的犯罪 只是教授人这个地方 我们要不要去处罚检查的问题 犯罪人这个地方的话 不管你是谁教授 你总统教授你一样 你父母亲教授你 你他在先生教授你 还是警察教授你 都一模一样 我不会去管那么多 事实上你已经有犯一人 你已经做了这个犯罪 对不对 你已经产生一定的损伤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说 他们判决 他们在招合28年的时候 一个最高犯案的判决就是说 你不能因为教授的人是警察 你的犯罪就不成功了 这是最早最早的一个 判决就这样去你一下 那警察那个教授那一个人 他是教授犯 教授犯的话 一般也是要处罚的 那处罚警察的话 那这样下去的话 日本的警察基本上都会玩这一套 叫不脱力受伤 那监狱里面就一半的犯罪人 一半的警察 大家在里面再斗一次 他没有意义嘛 后来他们就想说 警察这样子吧 是不是抓起来也不太好 就说这种虽然说是不太 不能说他 他就讲说警察这种行为 不能算是违法 也不能算是合法 行政上是有点不妥当 但要视为犯罪又过分了一点 结果很多人奇奇怪怪的话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让警察只接受一些行政处分 这个是昭恶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日本那个时候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很像台湾这个社会 因为刚刚战败社会非常混乱 那警察就要带负起重整社会 伦理道德的那种 而且一大堆美国人 跑到上海去 就到处乱团就等女孩子 生下一大堆 那个私生子啊 混血了嘛 他们就认为说 日本大和民族除了战败以外 在信方也败给美国人 他们就觉得很不舒服 就尽量去抓这些东西 要重整这个道德文理秩序 日本的女人是日本男人的 日本的男人是日本女人的 外国人怎么会过来呢 最近他们也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黑人一大堆在那个什么 约束啊 跑来跑去啊 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 好 其实这个是一种道德论述的问题 一种道德的讲法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东西怎样呢 到达昭和四十几年的时候 他开始产生变化 一直到昭和十年 有一个横滨的判决出来以后 他整个的确定下来 他怎么说呢 第一 你这个犯罪必须要非常非常严重的犯罪 而且是你不用陷害教说的话 你根本无法 无法什么 无法说后暗的情况之下 我才会允许你用这种 灰色地带的侦察手段 那这种犯罪的话其实只有两种 一个是什么 毒品 一个是什么 黑枪 就是毒品跟黑枪 而且毒品跟黑枪怎么样 你如果说一阶段一阶段的发展下去 到最后面的时候 你如果不去什么 揭发的话 可能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是说control delivery 就是在控制之下的交货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可能怎么样 在未遂阶段里面就把人家抓了 抓了以后怎么样 毒品不会流出去 浆不会流出去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犯罪也好 都是组织性犯罪 你根本破不了案 于是乎他就讲说 只有在这个严重的犯罪之下 我们会允许这个灰色的 一种手插手段 而且这个灰色的手插手段 它会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 这严格标准是什么 你必须是从犯罪人的其他的生活 像说他是组织犯罪成员 他是其他的一些奇奇怪怪的 有些前科等等的 就是说能够透过这些来证明说 他本来就已经有犯意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杀人的故意 其实各位都有 我可以这样讲 可以吧 因为没办法证明嘛 那后面的事实 可以证明你有杀意这个事实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什么 是等到你有在警察的控制下行为出来的时候 才可以翻过头去证明说 你有没有犯意 对吧 如果说能够想到这一点的话 你会了解到说 他必须在犯罪事实之外部 一些情况证据里面 去看说你的生活习惯等等的 到底有没有这个贩卖毒品 或是贩卖黑枪的那种犯意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说其实我不是教唆 那如果我不是教唆的话 警察不是教唆犯的话 那么警察自己本身就不是够犯了 对不对 可以吗 他只是说被警察控制范围之下 一个犯罪的进行而已 他利用这种方式使得说现在教唆到现在为止 除了少数几种严重的犯罪以外 几乎不可能成立 而且只要是严重的犯罪 通常大家都会用一些情况证据 情况证据来证明早就有犯意 早就有犯意警察的教唆就不是教唆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除了说 因为日本对于这个暴力犯罪等等 这个并不太愿意原谅这些人 所以说有时候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警察 因为欧都里受伤就是陷害教唆而被判袭的 他们利用这种方式来做 但是台湾呢 台湾在我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人谈论这个东西 现在警察还是在做 那请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 当然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 我们都随便乱来 甚至于连这个犯意都是被警察所调缩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法官也不会去问 也不会去看一些情况证据 到底是犯意先有还是被警察调缩起来的 那这一点方面的话可能 律师重来在法院里面主张 法官大概也不会采取那么严格的条件 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听另外 顾律师 是顾律师吧 要弄美国的吗 对不对 Control Delivery 两个 没有 就我们全部不懂这个啦 不理想讲 好 那我会不会讲太久了 不会 不会 那现在我来讲你的东西 那这一次警察当然赌博现在没什么好抓了 对不对 就开始抓色情 色情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介绍到网路的问题 网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网路恐惧症 其实网路这种东西 因为国家很难touch 很难touch的东西 它会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而且有一些 像张忠宏的哥哥等等 他们在从事这种电子业的人 他们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说一个 非常安稳 有秩序的社会 这样子资本主义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对不对 你要勤奋 要节约 然后把钱剩下来 绘到股市里面去 然后掉下来它卖 对不对 不要上去的时候你买 这样把资本主义才能够一直转动 那当然不喜欢你说去做一些 腿一张看来就有钱的收入工作 你还是要用一些很危险的腰水 去洗它的金片 然后把土地污染它 那只在它资本主义 所以某种程度上 所谓的网路这种东西 对于资本家来讲 或是对于整个统治者来讲 是一种它不能触到的地方 它会看到一种恐惧感 那在这种网路里面 又再来一样东西 是很妙的一样东西 像色情 色情其实各位 我们是 里面知道有一个叫班 班杰敏 我们 班杰敏 那个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历史哲学家 然后最近有一个意大利人叫阿甘伯 这个也是台湾好像没有多少介绍 一个很妙的一个人 我们写那个人权的东西 班杰敏 都看不太懂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 突然发觉说色情跟这个东西非常相近 你像说 我们有肉体的接触 我们肉体接触可以产生很多奇奇妙妙的一种 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多样化的一种 人类 要讲讲 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到的一种情绪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讲一个简单 我们看A片 A片是什么 你如果说从第一格方到最后一格 啊有剧情 啊好漂亮 啊很好听 就结束了 你会有剧情 这叫纹脉 这叫纹脉 但是你把其中的一个段片 一个片格拉出来 一拉出来以后你会发觉说 只有一个膝盖 有没有 那镜头只有一点膝盖 有没有意义 你为什么没有意义 你就把它去除掉 其实真正有意义是那一段片格 就是我们的肉体接触在那一个瞬间可以产生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先用文脉去把这一个片格给去掉 让它没有单独存在的价值 而只有在文脉之下会有价值 好我们不要去管文脉 文脉是社会定义的问题 我们在我们的肉体接触的时候 请问一下我想讲一件事情 请问是因为你的身体 你身体的本质里面有猥亵 还是因为你穿上衣服以后 猥亵的观念出来 想一想这个问题 有没有 是你的身体是猥亵的还是衣服是猥亵的 其实猥亵是衣服在猥亵 有没有 像说某一个市的市长有没有 去漫炮的时候 那种猥亵的味道有没有 从镜头里面甚至可以闻到那种汉香的味道 中年妇女杀手 私乃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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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是不是 我搞不清楚 好在我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不知道好不好 应该会非常明珠 其实前几天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跟各位坦白的讲 她作文好深 不应该那么去弥裂她 对她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在十二楼碰到 距离人记得看得非常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到底是身体危险还是衣服危险 那我们肉体接触产生愉悦 这个愉悦本来跟社会文脉是有关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 这个是没有目的的 完全是一种手段 完全没有目的对不对 你肉体接触你有什么目的 没什么目的嘛 你只透过一个手段 享受你的人生在那一瞬间 但是文脉是有目的的 我们为了产生健康的小孩子 为了建筑健全的家庭 于是乎我们怎么样 就把这个肉体的活动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组织成一个文脉 你像说我们社会里面 我跟各位有没有肉体接触 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社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间有共同的文脉 对不对 可以吧 我们之间是间接的接触 但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文脉 我讲的话你们听得懂 你们的表情我可以感受 这是间接的 可以吧 这种间接的东西 如果更进一步在穿刺到 我们的肉体关系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的肉体关系都会产生文脉 都会受到文脉的控制 我讲更简单一点 请问一下 你在家里 在欧修欧修的时候 如果你是拿酒围编在那里 你往里面 你会不会感觉到说 有一点猥亵的感觉 本来是 别人看不到 应该是没有猥亵的感觉 为什么在公共场所的猥亵的感觉 到私领域里面去的以后 还是仍旧会有什么 纯粹的肉体接触的时候 也会有猥亵的感觉 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 你就了解到说 你的肉体接触里面的余悦 已经被文脉整个的吞吃掉了 如果我们不能回过头去看看这个文脉 是为什么要成立 我们根本无法把我们的肉体给解放 而这个文脉里面最恐怖的是 利用刑法所设定下来的 用刑法的强制力所设定下来的 社会的规范 那这个规范的话 道德性非常强烈 纵然刑法学者讲说 刑法不能来出什么 规制道德 不能来强化道德 其实说实在话 整篇刑法里面有一半都知道 都是道德的强子 新教育防治条例的29条 我看在前面 这一位男士 我觉得他的胡子好可爱 来 来 那边有拼管 来 这个叫做暗示 就是五年以下就去凸刑 你们可以告发我这是公诉罪 很恐怖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说刑法里面其他的东西 你想说防害风化里面 媒介性交及猥胁罪 这也是新弄出来 不是就是条文 行度啊等等 意图使男女以他人 唯性交或唯性行为 而引诱隆流媒介 盈利者 可以吧 为什么盈利呢 后面还有一个 因为你要盈利 所以说有时候会死 无所不用其极材 可能会有些强暴胁迫等等 如果没有强暴胁迫的话 是五年以下 有强暴胁迫的话 没有 那就是 其实是 史丹芬奴奴隶罪啊等等 世行监禁等等 合在一起 强暴胁迫在一起 七年以下 而这个地方怎样 只要眼睛瞄一瞄 没有 用文脉的暗示一下 就五年以下有起凸刑 你看看这种道德强制到怎样的程度 我们在做这种事情 我不相信警察 我更不相信检察官 我更不相信法官 有理解到说 这一个条文已经使得文脉 已经侵蚀到我们的肉体关系 使得肉体关系的任何一个断隔 都变得一点价值都没有 当你在肉体接触的时候 你已经想到 我跟别人的关系是如何 而无法单纯的去享受 这个肉体关系 刑法扩张到这样的程度 好还是不好 如果刑法扩张到这样的程度 不好的话 那更不用讲 如果我们用 Odurisous 就是说什么 那一个陷害教授的方式 去做道德强制的事情 其实贵国真的是道德资讯非常混乱 但是道德感情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国度 我非常荣幸 我们如果在贵国度过了48年 越来越觉得说这个地方 越来越可爱 有那么多道德人士 有那么多在别的地方 Odurisous 又跑到别的地方抓别人 Odurisous 这很奇怪的一个社会 我觉得令我非常的愉悦 非常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李茂生教授 我突然觉得法律人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人心 非常谢谢李茂生教授 你在说秋行全吗 等一下秋行全会有更精彩的言论 我相信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请顾立雄 顾律师为我们谈警察 对他全力的规范 欢迎他 我先看一下 险害教授的部分 那个 为了讲这个 再从以前那个案子 把它找出来看一下 这个 我想 险害教授的这个部分 如果从美国的案例上来看的话 大概 就是说最早的从那个 这个 1930年的这个禁酒法时代的这个 Solius这个案子 一直到最后的这个 Carrie的这个案子 看起来 应该是有一个脉络可循 就是说 美国从一刚开始是从一个 就是说透过法院自己来解释一个 立法本身的意思来看 就是说 任何一个制定法 比如说他开始那个禁酒的案子 禁酒的案子 大概就是说 一样就是说 联邦局一般就 尾装成那个 要买酒的 那跑到那个 这个被告的家里面 然后 借故跟他的邻居 有人搭讪 然后就开始交谈 然后有意无意的就是说 要表示要购买当时 列为精致的酒 那么这一位被告最初拒绝了他的要求 最后呢 还是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再的这个 这个 这个要 要求吧 就从外面拿了半家的这个 威士忌酒 这个 这个就是 在禁酒时代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在刚开始 最高法院大概是强调以说 禁酒法的这个本意 绝不是允许 这个 政府官为了要将违反禁酒法 甚至于或者在执行这个法的过程中 允许将本来无罪人家以处罚 甚至用教所的方式 这种违法上来达到的目的 那主要用这个方式来解释这个 制定这个立法的这个本意 那么没有直接引用到宪法的程式 那么 但是在 后 在这个解释上的 用这个角度来解释 当然就是解释所 有所谓的事前倾向的问题 那事实上事前倾向在一直后来的这个里面 其实从美国跑到日本 日本跑到台湾 其实 大致上都事前倾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有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事前的一个犯罪 那么 警察或者是 主管的官员 主要是在强化他 而不是在诱化他 这个 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探讨 那么 这个里面呢 当然在有少数意见的 意见里面已经有提出来 从宪法的程度上去谈这件事情 不过 少数意见总是写的比较好 我念一下 就是说 右线的法理文明是立基于公共政策原则的採用 这个里面提到一个叫 守着法院自身的任务 维持自身胜域的纯洁 就是司法的纯洁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法院所单位的 我们要拯救刑法的堕 刑法法的堕落 维系法院自身跟政府一部罪 就是违法院的职份 既有 是轻率之人 限于犯罪 违背之正义的原则 这个不但是任何 特于任何人 在任何阶段的手续上 这个程序上都是很自为显然的 那么 也就是要看法院怎么处理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后来 后来到了 后来的 这个 进一步到Russell的案子里面 当然就直接引用了这个Due Process的 这个部分 也就是联邦宪法的第五条修正案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政府在做这个 在做这个取缔的 或者是做犯罪的侦查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违反了这个所谓的Due Process 正当法律程序 那就成为一个判断的依据 就会成为一个判断依据 不过 到底怎么样是越过了Due Process 到底什么样没有超过Due Process 在这个地方一直 一直 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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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 现在来看 应该是 我们可以讲 就是说 你 你将他一个本来没有认 没有这方面翻译的人 然后借由你的 不管是教所 或者是你的 幼使 那么引发了这样子的一个翻译 进入为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在基本上来讲 就超过了这个Due Process 一个程序 应该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虽然不是说 还是很清楚 还是很清楚 那么刚刚李光森教授提到日本 我不太清楚 日本现在看到这里的资料显示是 日本到现在为止 还是基本上还是才有罪罪 虽然恒滨的标函判决 在 我这边资料是 恒滨的那个判决是 26年开始标函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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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凭着10年最近 日本可能 在这方面也是区分两个 一个答案就是说是 右线行为而六花翻译 或者是因为自己有犯罪的意图 只是因为警察的右线而实施犯 这两个区隔有不同 所以如果当然是右线的行为 而右花翻译 那这个当然又可能会变成 这个陷害角度 就不会成立犯罪 只是说 不会成立犯罪 那到底用怎么样来处理 那这当然有各种学说中 从直接的当然就是说 认为是阻缺违法 认为欠缺反社会性 那么用阻缺违法 直接贪污罪 有认为是用证据排除的角度去看 这个大概 那我国的话呢 过去以来 一直比较多的部分 就是收费的部分 就是警察上是拿这一个钱 就是说 不是拿着钱 就是让这个县民也好 或者是被害人也好 就是说去把他钱给他 这个部分的话 倒是有相当多的判例 是认为是说 陷入圈套的那个收费的部分 是不成罪的 那只论前阶段的 前阶段的平衡 他已经有跟他要求 或者契约这个部分 不判他这个收费罪的部分 那么在淹堵的案子里面 当然是很多了 淹堵案子里面 用些还叫做案子 不过行程的案例不多 反而跟贿赂罪比起来 案例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唯一有一个比较 因为大部分的案例 都在探讨这个警察 有没有犯罪 那大部分都是认为 警察没有犯罪 那警察有没有犯罪 这个不是我们care 现在care的就是说 那一个被诱发犯罪的那一个人 到底有没有犯罪 那唯一的可能 就是说找得到比较多的 当然是在高通法院的座谈会的决议 那这个里面呢 他主要当然就是说 请泄民去跟他说要买 那他本身就持有 他本身就持有 那本来要自己打 这个事实是怎样 那因为告知有人说 欸 这个泄民告诉他他要买 所以他就跟他约定交货10厘以后 就把这个码可以盖到那个地方去 那在要交的时候 当然就被抓到了 那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高通法院的座谈会决议 是采用证据的排除的角度 认为这个是用不正当的手段 取得的证据 所以没有证据能力 用证据排除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 所以认为他不互犯賣毒品罪 那只犯持有毒品罪 那我处理的一个案子里面呢 这个案子是 也是警察抓到了一个吸毒的 那就问他 当然警察每次抓到吸毒 都要问他上线在哪里 那他们就随便讲 那这个警察也很有意思 他自己拿了一万块出来 自己警察 为了要抓这个 这个上面的成本也是蛮高的 他拿了一万块给这个 这个宪明 叫他去跟他那个上面的 那个上线去讲 那抓到 然后就 当然就大航就抓到了 那中央抓到了以后 现在当然就有 这个贩卖的部分 包括蒋安自己起诉 也认为是陷害教授 所以没有 丁法院判语 贩卖的部分也是陷害教授 但是 但是 他没有单纯的判他持有 他用浪语 用浪语 用浪语 用转浪 那我就看不懂了这个判语 就是说贩卖不成语 也就是说有价的部分不成语 是无常的浪语 这个 这不晓得什么逻辑 这样 当然就算是最高反应 不晓得结果 就是说 还是不肯放过 还是不肯放过 所以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 刚刚李孟生教授有特别提到 比如说你黑腔的问题 跟毒品的问题 特别的让 我看审判者的心里面很难 很难 很难去横评说 就放掉他 就放掉他 不管警察用什么方法 去抓到他 这个我想各位 任何人站到 做到那个审判系 大概 大概都会这么觉得 我不太 我不知道李孟生 如果拿一点去当法官 他是不是就把他放掉了 这样子 这个到底 这个 那所以 所以他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说一个法律权衡的 是不是要列在一个考量问题 还是说 所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这种陷害又补的行为 都 都 都要予以谴责 那么 为了 遗置这个违法侦查的誘因 那么 这个都 要用最严厉的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说这个都不能 这个证据都排除掉 那么甚至认为这个 没有具有 违法性 那么判决无罪 这个是一个 我想是涉及到一个 法律上 一个 尤其做一个事物的审判者 一个非常伤脑筋的一个地方 那 特别如果这个法医的侵害是相当的严重 一般来讲说 贩卖毒品 或者是 贩卖黑钱 这个 枪械的 这个部分 特别的在这个地方 心里面难以这个 难以选择 难以选择 这个不是谈理论 有些时候是 坐在那个案子上面 看到那样子 所以要把它放掉 这个是心理的增长 那相对于这个比起来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就有犯这个所谓 我不太清楚情况 因为我没有犯过这种案子 怎么掉 我刚刚听了一下李光真讲 不要找 有的时候是找女警察 找男警察 看看要抓的 那我当然我个人会觉得 我不晓得 我当然会觉得这部分 这种性交易的法医的侵害 当然 不是很高 这样讲是不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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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不过我们现在的性交易防治条例 相当的重 是不是 好像 在从立法的政策上来看 都把它认为是一个相当高的 一个 一个重大的法医的保护 一个对象 才会把刑则都定到这个样子 那甚至我看起来的话 也不会说 比这个什么 当然比贩毒轻一点 比贩黑枪轻一点 但是也没有轻到什么地方去 那这个地方的话 那当然就涉及到一个说 要不要 要不要纳入到法医侵害权衡的 法医的一个权衡的问题 还是 就是当然认为说 这样的证据的取得 这个都是违法的 违法取得证据 那我们认为 基于这个司法的连结性 司法的纯洁性 要维护 基于这个违法 抑制违法侦查的诱因 这样子的这样的考量 我们都应该把它就 就不以 不以来引用 不以来采纳 不以来根据这个来判罪 这个确实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要不要去到滑浆床 那我们拦下来 然后叫你打开那个 后车厢一下 或者打开摩托车的 这个任何的 这个私密的一个空间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部分呢 应该要有一个 检查的职权限定 有限运的问题 还有卧底的问题 那这个也应该是 在这个部分的法律里面去规判 当然卧底的是 比较罕见的 要用什么样的管理 要用什么样的程序 来做内部的管控 那么跟泄民之间 比如说甚至包括几户金钱 跟他做一种交易 或者甚至是他做罪 跟罪之间的一个交换 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某个程度也要管 他又跟 又跟新宿送网之间的 一个所谓认证协商 这个制度要不要引进 或者所谓 现在已经在组织犯罪条 里面所谓的 涡利盘条款 这样子的部分 要不要进一步扩张 这个部分也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我想 到现在为止 讨论的还太少 那我们实务上 确实有相当的一个迫切性 所以应该要大家特别 应该要多多来 尤其学者吧 应该要多多来发挥一下 发挥一下 让我们这个 警察这一块是施改的 也不是最后一块 应该是第一块 只是最后一块 只是最后一块去处理它 所以应该要处理 那我会引演到这里 谢谢 学者就只能在那边讲啊讲啊讲一讲 然后如果今天不小心 有针酒队员在这边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说 你又不会做坏事 你怕什么 对 跟你好像那个人就是这样讲 反正你又不会做坏事 你为什么要怕我去钓鱼呢 或者去陷害呢 或者是怎么样 那或者是说 我们一直在批评说 这个什么儿童低少年性交易房治条例 什么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 有很多的规定 都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 他就会说 其实这些规定 都是你们女生要的 这都是 蛤 对啊 他说都是女立委 push出来的啊 所以都是女生要的 因为我不信我是女生 所以 所以好像我就 应该讲两句话之后 我就闭嘴了 叫家政去讲 叫家政去讲 对 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那我想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可是其实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又觉得非常的混淆 我今天才终于搞清楚说 原来这是一种战败情绪的发泄的 或者是发酵的问题 其实一开始 一开始 一开始 我第一次遇到有真实的案子 跑到我面前来 是有一天很晚的时候 有给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来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帮你忙 那我说要帮什么忙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的男朋友 他的朋友的男朋友 要去 是台中一个大学 刚刚毕业的毕业生要等着当兵 那等着当兵 当然中间有几段 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很无聊的 那很无聊 通常一般60年次之后出生的人 大概就是会去上网 那上网之后 就看到有很多人贴了 这个所谓网路援交广告 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他也去贴贴看 但是他第一次贴 他非常不小心的这个就被逮了 就是循着刚刚所谓李老师的那样子的 这个所讲述的模式被抓到了 那被抓到之后 他又觉得好像心有胃肝 他其实是 其实 其实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小心 可是他实时 事实上也对自己能不能卖得出去的 那个把握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 所以他事实上是有点半信半疑的情况 你就要到那边 然后一个女警就把他带走 那他觉得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严重 所以就要找人帮忙的理由 是因为他爸爸本身就是警察 所以这个 就当地的警察 那他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爸爸知道 他还问说到底应该怎么办 大概是这样 后来就越来越听越多 这个台大以后 中央其实好像也有 OK 我那边去政大给一个演讲 然后呢 这个跟几个老师演讲前 就在聊天 那几个政大老师说 还好抓到的是台大了 不是我们的 这样松了一口气 我说那说明过两天 抓一个给你们看看好了 所以这中间其实有点好玩 就是说到底在怕什么 OK 到底在怕什么的问题 我想我不去谈后面那个程序的问题 这个 这里有很多这个职业律师 跟伟大的刑法 跟刑事述动法的学者 所以这个问题是 我不需要去处理的 你不教刑事述动法吗 我没有教刑事述动法 我的学术不是你教吗 我还没教过学生 OK 所以我事实上可能 focus在前面那一段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广告的那个部分 可能会比较好谈一点 好 我的感觉 这是一个就是说很初步的判断 就是说 那如果是自己的话 我好像不叫猝死 自己猝死自己为性交 那是只有 只有自己有那个所谓性欲念的时候 才会自己猝死自己为性交 那个是完全自主的那个部分 那所以猝死他人为性交的话 两位 这个活动是有两个人 是有 这叫相对伴 所以猝死他人与我为性交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在这种情况底下 那个 那个打电话 或者是发email 跟他联络 叫说他钓他鱼 又捕他的那个警察 也是嘛 也是这一条 懂我意思嘛 一样嘛 通通这一条嘛 所以不是只有被抓的大绝生嘛 包括女警跟男警 也是一样这一条嘛 刚刚没讲完 对不起 所以这不是很好笑 好 我们来谢谢刘静怡 我们应该是一个大远柱 然后大家随时都有麥克风 同时进行 刚刚其实我听刘静怡提到一个东西 有突然的想法 因为他就说那个 都是你们女生要的 就是刚刚李教授也说 这女性立委的要求 我就会觉得 也许我们应该去想一个问题 我已经想了很久 到底女生是谁 就是那个全称的女生 到底在哪里 然后每次动辄就是说 都是你们要的 我就在想如果在我身上 我有个女性的身份 可是我还有其他的 弱势性别的身份的时候 我也要很多东西 从来没有人给我过 然后突然有一个我不要的东西 他就说都是你们女的要的 我觉得这应该强烈质疑 他们背后到底是不是 在合理化 他们自己利益的那个借口 好 我觉得其实我们等一下 会有很多时间 是希望留给大家 那但是我们现在希望 第一轮 我们还是让台上的人 把他的意见充分发挥完毕 那我们接下来 就请邱黄泉邱律师 他要跟我们谈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跟我们谈什么 那个题目可能也无法约束他 我们就请邱律师自行发挥 我们欢迎邱律师 我们欢迎邱律师 每一次我想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能做 所以刚刚林某生或谁说 等一下会很精彩 其实要骗人的 我说你不精彩 对对对 又污蔑我 我是只会讲实话的 好 这里应的题目是说 警察 林檢与姓权 警察林檢与姓权 嗯 那报理说 警察一天林檢三次 旅馆业者陈勤 有人受不了 那马恩九 建议业者 如果遇到警察 不当林檢 可以记下相关时间 地点 人还有情节等等 还有马市长强调 远景林檢不能骚扰正常 合法投诉的旅客 但是也不能因此让 违法从事性交易的人 或同期犯有机可乘 所以适度林檢 还是会持续进行 所以旅馆兵委业者要自清 我要谈的是 像性交或性交易 是无罪的 那林檢 是错误而违宪的 目前没有任何法律 可以说警察可以林檢 警察法 警察法规定说 警察要依照法律 执行某些职务 要依照法律 所以必须法律规定 警察可以去林檢 警察才可以林檢 目前这样的法律很少 那像从陈勤 陈勤市长时代 到现在马恩九市长时代 台北市政府的林檢 还有其他县市 像笨蛋跟着在林檢的那些 都是违宪 都没有法律依据 那警察会说 有警察扶行条例 警察扶行条例 警察扶行条例指说 警察依照什么方式 就是执行情务 执行情务 那其中一个说 就在林檢或盘查 那只是方式 但没有说你什么时候 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什么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 必须有法律的规定 就像我们法律规定说 犯罪的处罚方式有几种 有死刑无期徒刑 什么有期徒刑 还有罚金等等 不能说法官或国家 要你死刑就死刑 必须有法律规定 什么行为 是可以判死刑 什么行为 必须再去关注 但我们法律没有这么说 所以马云九虽然说 读法律 但这里恐怕没有读冲 而且更遗憾的是 马市长在 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的时候 也很有信心的说 台湾已经从人权输入国 变成人权输出国 那如果台湾的人权这样可以输出的话 那会很精彩 那新政府现在也在谈人权外交 我想如果性交的人权都有问题 那人权外交会很困难 在前几天有一个数据 在说台湾人的性交次数 那他把说这跟经济不仅是有关 说台湾人今年平均 他们有时候年龄 他们有时候年龄 但我想这也不重要 他说台湾人平均的次数是62次 那美国是最多的是126次 那好像亚洲平均 几次啊 好像这87次 刚好是民进党这次的西位 这西次 那他说台湾的次数还比 跟国民党差不多 跟国民党差不多 就是满无能的就是 但是他说这跟经济不景气有关 当然性学家或者医生说这应该无关 但如果跟经济不景气有关的话 那我想马市长要付点责任 因为这么一点点 旅店关门 那从事性交易的人 没生意做 而相关的计程车啦 酒店啦 旅馆啦 很多 包括洗床单的 那生意都减少很多 所以台湾的进去当然更不景气 那失业我想马市长要付点责任 因为这么一扫荡 这么一零检 大家没生意做 所以失业率又提高了 所以失业很严重 但人人有责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零检是不对的 首先他没有法律依据 而违宪 根本没有必要 那刚刚有好几位说性交易 好像没有轻害到什么法律 我想这是更多是法律界的常识 没有任何人因为性交易而受害 没有任何人 而且什么叫性交易呢 我想跟你上床呢 我送你一本圣经 这算不算性交易 诈欺 而且是皮装的 使用诈術使人羡慕 错误 交付利益 或者说 你跟我上床 我念一篇说在中国给你听 诈欺 对 你叫诈欺 所以什么叫性交易 交易是说 一方或双方吧 为了某种利益 而从事性交易 那这利益本来就很 可以很抽象 可以很物质 也可以很精神 那我们不是一篇道理在谈说 我们应该提高精神层次 所以我们的性交易 我们不是以金钱当代价 而是 请你到国家歌剧院 去听 哪个 三大蓝高音 OK 三大蓝高音 那这精神层次很高 以非常高的精神层次 当过的享受 当作代价 这也是性交易 但这样好像不会被抓 因为精神层次不同 对 因为合乎他的道德感 但我相信 我相信 到我们国家歌剧院 或西剧厅 那叫西剧厅 我们清楚 我想里面的很多男男女女 之前之后 一定都会上床 那 林检 警察到底在林检 什么 这次的林检 是林检旅馆 那 有家旅馆 的业者 埋怨说 他被林检了五六次 一天被林检五六次 那 警察完全 没有什么说过 而他从来 没有任何记录 没有任何记录说 站边有什么妓女 妓男被抓到 完全没有 他 第六次的时候 他跟警察抱怨 说 请你不要再来了 他跟警察说 请你们都知道哪几家有哪几家没有 警察说 就是因为你没有 所以才五六次 如果有的话 那就九十次了 然后 有一家信一路的旅馆 我最说的旅馆 是叫有牌照旅馆 信一路旅馆 有一位老先生 是英国人 英国人有时候蛮节俭的 看来台湾他并没有住在五星级的 他住在信一路的一家旅馆 半夜三点的时候被叫起来 敲门被叫起来 他梦其妙 他不知道台湾为什么这样子 然后 就是小旅馆 跟大旅馆也一样 有一家非常好的旅馆 可以说台北是最好的旅馆 我故意不说 因为每家旅馆 都会说它是最好的旅馆 有一家台北是最好的旅馆 他的安全是主任说的 所以他旅馆的前门跟后门 都有便衣在那边站岗 那 这里可以看出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歧视 这歧视大悦 所以高级旅馆找便衣的去 那如果低级旅馆 就找制服警察去 这是歧视其他不高级的旅馆 然后前后都有人在那边站岗 他痛苦了命 他说 他不否认高级旅馆有高级的近男或近女 近处 但他们自己会去管 或去抓 但不需要警察这样子 但警察为了成绩 他还是前门跟后门 都会有便服警察在那边站岗 对最高级的旅馆 那至于钓鱼的就更不计 其他钓鱼的方式 那不计起诉 在望华那边有个旅馆 我们就把归类为不高级旅馆好了 但也是有牌照旅馆 这家旅馆的负责人 他这辈子已经受过三次严重伤害 第一次是228 那第二次是859 那第三次就最近 859 就是成绩市长时代 那也是叫做什么 叫少杠住宅区 摄影摄影行业 那叫859专案 但是他的旅馆被断水断电 断水断电 而这对老夫老妻 因为他们家就住在旅馆里面 他其中一层是住家 但断水断电 所以便没有了 觉得他先生 他先生也是228的受害者 但很多人都是228的受害者 他先在断水断电之下 已经跌了好几次 最后把手背都跌断了 那这次又受害 也是莫名其妙 也是来来来临检 生意已经很难做了 然后又临检 生意更难做 他228的时候 他埋怨一次 然后到了859专案的时候 他本来是支持民进党的 然后到859之后 他改支持非民进党 然后这一次他又很痛苦 他又被改了 所以台湾在决定政治走向和选举 选举结果的 其实是尽难尽灵 并不是这些党派的 什么多高深的理念或主张 那到旅馆临检 我对刚才有几件事必须说 包括我说刚刚是英国人 英国人碰到保媒的要命 英国老先生 那法国人呢 其实是法国驻台湾的副代表说的 他从他所听到的 来台湾旅游出差的房客 就得到了抱怨 他从报纸商所知道的 他很难想像台湾现在还这样子 你居然了解 只有像北韩这样的国家 半夜才会到旅馆其他一样 中国 泱泱大国的中国都不会了 那古巴应该也不会 但台湾还会搞这种事情 有一个荷兰人在台湾住很久了 他朋友从别的欧洲来 他在香港转机 当他看到台湾又在搞这一套的时候 他叫他去敲那个机舱的门 叫飞机转向 他不来台湾了 所以这种事其实是很丢点的 再抱酒一次了 那现在又一次 那灵检 我现在只说对旅馆房间的灵检 这是很严重的 对不只是性权的侵犯 对居住权隐私和家的侵犯 什么叫旅馆 我们军进旅馆是怎么来的 那是用租刃 租刃 你租一个旅馆的房间 和你在外面住一栋楼 或住一层楼 或外面的一个房间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住一年 或住四个月 或住一个月 或一个礼拜 或一天或三个小时 这都是租刃 当你租下来的时候 那就你的家 对别人家 别人包括警察 不能够随便去敲门 你要不让你进去 你不能一定要进去 你进去的时候 你在门口 更不能叫人家 拿出身份证 然后问里面 你这个人的关系 但是很不幸 这次的领检 就这样子 进去之后 每一家敲门 那 你要起来了 要人家拿出身份证 那问人家什么关系 如果身份证 不能看出是夫妻关系的话 你又说是男女朋友 或同志朋友 男同志女同志朋友 他还要隔离训问 还要问说 他喜不喜欢读书 在中国 或者他到底是 他最喜欢的歌仔戏明星是谁 来验证你们到底 是不是真正的亲密的朋友 你在旅馆里面 不管是两个人或三个人 可以有各种关系 可以有夫妻关系 可以有 已婚 比如说 那叫什么见女 跟什么姓女 那也可以像 些微分和谁 已婚未婚 可以这种关系 那也可以是朋友 也可以是同事 也可以是同学 那也可以刚刚见面 和你瓶水相逢者 各种关系都有可能有 各种关系都有可能有 而且有可能 你跟你姑妈 你跟你姨妈 或可能你跟你伯伯跟你叔叔 或者你跟你祖母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一个尼布跟一个和尚都有可能 或者为了公平之间 有可能神父或修女在里面 各种人都可能刚好在旅馆里面 那为什么只有夫妻才可以在里面 那别人在里面 你就怀疑别人要做什么 别人为什么不可以在里面做什么 那 假设有交易的话 交易 我刚刚说过交易很多种 你可以是金钱 你可以是非金钱 那非金钱的 警察有能去判断 他的价值多高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 台湾的警察自杀率最高 台湾的警察吃奶粉吃最多 以及现在比较少吃奶粉 以前吃很多 以前只要说有什么示威游行 那警察受伤 那进去医院 那就很多人带奶粉去 所以台湾的警察吃奶粉吃很多 那贪污案件其实也蛮多的 那这里有个案子 前一阵子发生的 一个小案子 但看起来应该很普遍 警察偷车逮捕 被罚被判六个月 警察偷人家车子 这种事 台湾的警察 就跟台湾各方面一样 水准并不高 我不相信他们有能够去判断 一件事情的价值 那你那件事情来当中代价 是不是构成性交易 那我说这对每一个人的隐私有极大的侵害 甚至对你其他的法医都有很大的伤害 这不乱说的 你只要想想你在旅馆干什么 我说干什么 警察在敲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最轻松的你可能在洗澡吧 光溜溜的在洗澡 那你要出来吗 而且你可能听不见 因为笑声音很大 还有你可能在泡泡泡澡 你要起来吗 那这算是最简单的 然后我刚提到 你可能正在读圣经 读得津津有味 或你可能正在念那地藏王菩萨经 念了一半 你要出来吗 还有你可能正在写书或在中国 文师全有的时候 要不要停笔 还有当然最可能的 在旅馆你可能在大便小便 小便比较简单 大便比较麻烦 你要把它切断吗 而且实际上很多人进去旅馆 是因为拉布子进去的 一些千里不可收拾 你要出来吗 或者你在旅馆 你要练习拉面 有人正在旅馆练习拉面 要拉很长 因为明天要参加那个金氏破纪录 或者你可能在写书法 或者你可能在写书法 书法要强调一切二成 那警察来 你要填笔吗 或者你在倒立 还有你可能在打点滴 要不要出来 你可能正在交代后事 在写遗嘱 或者你可能正在自杀 要不要出来 我举这么多例子 这样说明你在旅馆 那是你的生活 而且有时候你不方便 或你根本无心 警察凭什么 要人家出来 警察不能只为了要抓 他要的镜与进哪里 那打扰那么多人 那那么多人 那么尴尬或痛苦 警察没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警察整个林田 其实太出野了 那不只是 违宪的问题 那根本连最基本 人与人之间的应有的此貌 都不懂 但是 我马市长却说 林田不能骚扰正常 合法投出的旅馆 只要一敲门就是骚扰的 一敲门就是骚扰的 有一本应该是 关于基督教的书 叫做为什么 我不敢告诉你 我是谁 为什么不敢告诉你 我是谁 但我们在这要说的是 我不愿意告诉你我是谁 那你更没有这个 来看我在里面干什么 不管我在里面干什么 都没有这个来看 来问我在干什么 或我跟谁在干什么 谢谢 谢谢邱律师 那最后我们请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师的何春蕊做最后的发言 谢谢大家 前面几位发言者都已经谈了很多有关于警方的交所陷害的问题 扫黄的问题 灵检的问题 研交言论的问题 钓鱼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谈这一些跟法相关的问题 其实背后都还会指涉到另外一些更深更广的问题 我也觉得说我们今天谈跟警方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事实上后面会牵涉到的是性交易除罪化的问题 性工作合法化的问题 以及到底身体自主权是什么意义的问题 那这都是更宽广的 我希望讲到最后的话可能这几个问题会比较更清楚一点 同时我也希望在这边你借两个 我觉得在扫黄连招和钓鱼警察权 这一部分受到严重侵害的东西 一个是性交际 一个是性言论的问题 好 那性工作 我有发言稿论没拿到的话 这你想办法去拿 性工作就和别的职业一样 现在是越来越趋向于流动性和个体户的形态 那由于实际的收集证据不太容易 所以警方常常会偏好 对于各种流动型的性交易 比方说应招或者圆交 采取这种钓鱼和诱骨的方法 可是就为马英九在这波扫黄开始之前 在宣誓这个行动的时候 都表示警方钓鱼的方式是很不妥的 不能够光凭几个可疑的电话就抓人 今年十月的时候我也曾经写文章 在中国时报上批评警方这种做法 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看到了无数 警方使用钓鱼的方法捕捉 在网上贴圆交讯息的人 我批评这个方法 因此还跟警察大学的资深教授 就是我们进行一场有关诱骨抗电的辩论 后来还被中国时报封锁言论 不堪登继续讨论的空间 我认为这个辩论中间有几个很关键的问题 有一些部分的话 其实刚才几位发言者也都提到过 不过没关系到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说在诱骨的时候 警方是不是已经有了罪行证据 可以锁定特定的侦查现象 还是在没有罪行证据的时候 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去撒一个很大的网 又引任何不信入怨的人 很明显的是在已经有罪证 指出特定违法者的时候 才布局去逮捕对象 像很多捕捉贩毒的人 或者其他一些罪行的人 其实是常用这种方法 这是正常的正当的侦查手法 可是在还没有确切对象 也没有确切罪行之间诱捕对方犯罪 这就不是正常正当的这个侦查手法了 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印照 或者原交被逮捕的案例都属于后者 也就是几个警察就到宾馆里面去 然后就打个电话 然后看看谁会来 在只在电话中谈 或者说在去调这个原交网告的人 他只在电话中谈过可能交易的价码 而这些人付约的话 就在宾馆门口就被逮捕了 为什么在宾馆门口逮捕 是因为这样就不用开房间 不用真的花那个钱 警方也很节省 警方还可以降宾馆借房间 而不用花钱 这不知道是不是又违反了什么样的条例 常常我们说警察有白吃白喝 那这也白住 白办案 这个也值得想一想 可是我也觉得说像 最近我们所看到的非常多的例子都是这样子 用警察来钓鱼 然后在赴约的时候逮捕 可是赴约这个举动并不等于性交易 赴约可能是要当面玩具 可能是要当面结交朋友 或者要感受到自己魅力的那种成就感 像刚才说台大那个学生不太确定自己会不会成功 那如果说在宾馆能够看到对方的话 那就是感受到一种成就感 或者说他是要给他一本圣经 发一个单章 劝他以后不要从事这样子的原教的活动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宗教性之间 是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网路上看到原教的广告 然后打电话去 然后把他约出来 一遍寻寻教诲 希望他不要再贪真这样的广告 所以这有很多可能的这些举动 那至于说在网路上刊登原教这种字样的话 其实也不构成性交易 很多原教的活动 有时候不包含性行为 还有一些原教活动终究是有性而无交易 因为决定说很满意不用交易了 这些都是很当代的性交际的多样的面貌 可是目前的做法都是直接逮捕凶办 好在就我们所知道的话 许多的法官都有一些专业的精神 大斗鱼倾向认定这个叫做未碎犯 就是即使被断定说可能触犯了哪一些条文的话 也都以缓刑的方式处理 可是照刚才李教授已经提过 这个缓刑也就是在你个人的记录上面留下一笔 对未来的 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些学子们来讲 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困扰 那第二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警方在这种钓鱼的手法上面 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过渡 我举一个实例来讲 这是我从报纸上看出来的 台北省的警方去年取缔射情案件当中 有三分之一是用钓鱼的方法来捕获 在电脑网路上寻求连交的男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女女女女 在电话中都很有一套 知道怎样发工 让圆交男女落网 有一名圆交的女子在网路上 登载了一个圆交电话 警方就一电话钓鱼 然后双方在电话中 谈了两个半小时 谈妥说 两个半小时以后见面 为什么呢 因为圆交女要从台中上到台北来 圆交女一约前来的到台北县了以后 被警方带逼 警方征讯的时候发现 这个女子是接到电话以后 连夜从台中搭车到台北来圆交 这个女的就向警方抱怨说 我原本都是在台中地区圆交 但是在电话里面 这个假装圆交的那个男警的声音 低沉而有雌性 双方相谈甚观 所以她愿意拔涉长途北上圆交 就没想到电话里面的神秘男 竟然是警察 而有一些女警为了逮圆交男 甚至还练就了色情电话级的夹工 也是运用很饥渴的语气 让圆交男信以为真很猴急的赶来赴约 台北县某分局有一名欧巴桑级的女警 声音原来就很柔细 为了达成任务 还特别的模仿电视0204 色情电话短片的女子 发达的这种闪音 尤其是电话结束前要那一句 等你哦 最让人听了一阵酥麻 这是记者写的哦 据说只要是她打电话 几乎是无往不利 没掉必有 她也被取了一个绰号叫做 圆交男杀手 这是今年1月19号的新闻 最近我们在媒体上看到 性产业已经快速的改变 经营方式 记不记得 就是用休旅车 然后做流动的宾馆 成功的躲过了警方的各式各样的 追寻和钓鱼的陷阱 可是那些没有什么经验 或者走投无路的网络研交者 却成了警察不出门 能办天下案的受害者 在老练狡猾的0204特殊警察 百般幼影之下 步入陷阱 各位如果去看最近这一年 用钓鱼的方式被捕的 在网上的研交者的话 发现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 经验比较少的学生 像大一的学生 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还有一些是研究所 常年都读书 社交经验甚为缺乏 社交机会几乎没有的 那一种人 特别会在网路上面 登载研交的广告 然后就被很轻易的 钓鱼钓出去 因为机会太难得 然后对方这么主动 那我觉得这里 其实包含到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说 警方是老手 是已经练就0204公历 非常知道怎么样去进行 这种诱饮别人 促使别人从事性交易 所以要逮应该先逮他们才对的 好第三个重要的问题 上网留言缘交是否适用 儿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第29条 那刚才已经两位的老师 都已经讨论过了 那我想只是想指出来说 今年的三月台北有一个案例 那个法官后来就判 这一位缘交者无罪 因为他说儿少条例的利益 是在处罚嫖客与劳保 这两种人 那上网的缘交者的话 并不是促使人为性交易 而是使自己为性交易 所以不应被包含在内 当然就李教授的解释方法 可能这个解释比较狭窄了一点点 因为如果是促使他人与你性交的话 应该也还是算是有罪的 不过我也有点怀疑就是 我在网上面只是谈到说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或希望有人能交 其实 暗示 这个暗示 这个暗示的话 没有 求问里面就是暗示 对 我知道 可是这个暗示好像也蛮牵强的暗示 你只要有暗示 暗示之后应该还要足以促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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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他足以促使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暗示 这是为什么我只说 我说这个条例 事实上对于性交际 和性言论的自由 完全抹杀了 原因是因为说 你根本不能告诉人家你在这里 在这样一个非常流动 人可以跟全世界接触的世界里 在这个环境里面 竟然这样一个条例说 你不可以贴个广告 说你在哪里 你是什么样子 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人 你就不能讲这样子的话 这个对于性交际 和性言论的自由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 再说 儿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总则 大家都去讲法则 总则第四条第二款 有明令 相关的教育宣导 应该包含 对他人性自由的尊重 司法单位 怎么可以不尊重 那些主动自发提供性服务者的性自由 反而将其惩罚呢 性主体在网络 这个公开空间中的言论自由 众人性交际的自由 都被儿童条例所包含的扩大执法 百般的践踏和污名化 今天开始 我们希望学界和法界 对这个问题 都能够再进一步 去考量修法 今天我们对于警方的一些批判的话 其实批判 这个有关于扫黄跟钓鱼 还有林姐这些手法当中 所包含的侵权的问题 可是这种关键的话 其实 我当时跟警大的教授辩论的时候 他也有说 他说 你不能说我们是诱补 因为诱补只是一种抗辩的言辞 那诱补抗辩的这个关键之一 是说有没有犯罪的意图 那你既然登了圆交广告 你既然要报上 登了什么小广告要印照的话 那你就有犯罪的意图 那这样变成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要质疑的 其实是说犯什么罪 也就是说今天法虽然在这里 我们批的时候 可以批评说执法者越权侵权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问这个法律设立起来 到底是把什么样的东西描绘成为罪 到底自主的圆交 自主的性工作是不是罪 那这里牵涉到的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性交易的除罪化 跟性工作的合法化的问题 圆交像这一类的性工作的话 其实是属于 刚才顾教授也提到 没有被害者式的犯罪 刘静也提到过 在全世界都有 要将性工作除罪化的运动和呼声 而侦查与起诉这类犯罪 占用了非常多宝贵的公共资源 刘静刚刚也提到过说 因为要领检 因为要去查这些东西 其实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资源 你去洗那个小广告 也浪费了很多资源 相应的也排挤了其他许多 真正有被害者的犯罪案件的侦查 而且警察的话真的就是 不去收集证据 不去仔细的办案 而是坐在那边打电话或上网 顺便看色情 然而台湾的警方和司法界 却总是捡软柿子吃的 针对圆交 紧缩性交近和性言论的空间 不但占用公共资源 也对人权的自由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回到刚才李教授 跟王平都提到的事情 推动立法 立这个儿童与青少年性交易的防治条例 这个非常不合理的条例的 这些所谓良家妇女 妇女团体 终究竟然只是反对 个人拥有身体自主权的 而且他们还积极地运用 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 来规范所有的青少年 和所有的男女的身体 使用权限 走到了这一步 这个防治条例 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怪兽 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呼吁 使得学界和法界 还有人权团体 性权团体能够团结起来 重新检视我们立法的时候 对于人权的侵犯 谢谢 我们先请我们的讲者先入席 我们现在接下来是开放 是综合座谈 就是刚刚大家听了这么多 然后如果有些想法 或是有些进一步的意见 想要提出来做讨论 可以在这个时间进行 不过在进行之前 我刚刚好像听说李教授 是不是有一些 针对这个司法官养成 有一些意见要补充 那我们就先把时间 先给李教授五分钟好不好 然后李教授补充完之后 我们再开放现场的问题 那请大家把问题先准备好 我们台前有麦克风 我们会谈到你的位置上给你使用 请李教授开始 因为这个新教育防治条例 29条是属于国王 就是所谓的司法的 那个执行律的一种指标条文 这个条文如果能够被执行的话 就代表说 那某一个地方法院 甚至做得很好 那新教育防治条例的话 在司法官训练所有一种 有一专门的课程 他们就请了一个高院的法官 那个高院的法官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官 曾经也写过书的法官 去教这个新教育防治条例 那就教29条 29条这个地方 简单的用白话文解释一遍 你只要是利用 我们讲简单一点 用网路 利用网路发表这个讯息 那看到这个讯息 会可以感觉到说 这个讯息里面有一种暗示作用 是说性交易的暗示的话 暗示不是民事 暗示 我等你喔 这也是暗示 只要有这个暗示作用的话 你这个讯息发布的行为 可以吧 讯息发布的行为 就已经是五年以下有些东西 那后面的诱补行动是什么 是为了要确保犯罪人 要把他抓去执行 抓去判刑所用的一种动作 其实在你发讯息的 那一个时刻 就已经是犯罪了 已经犯罪计税了 没有什么未税的问题 你登上去 讯息一登到BBS上面 Dead News Group上面 你就已经是犯罪计税 很恐怖的一个条文 对吧 好 那在这个时候 这个很难解释 那很难解释的话 我有一个学生在桃园 他就碰到一个案子 一个体砖的学生毕业以后 找不到事情做 你知道 那就是当兵回来 身体店很壮 没有事情做 就想说 我何必浪费自己的本钱呢 就上网研销 他的价码是3500 后来我就问说 体砖为什么3500 条件那么好 我说 现在经济不景气 没有办法 那我说你分不分对象 他也说不分对象 然后就被 其实他就登了 说他要3500 其实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犯罪已经成立 那问题就在这里说 犯罪成立的话 其实跟他原交的 就是引诱他的女警 其实已经超过了20岁 也不是青年 也不是少女 那更不是儿童 对不对 那接受这个案是去的 其实要讲讲 这个案是 使人为性交易的话 这个整个法律来讲 应该是说 是使青少年觉得有性交易 这可能性 然后侵犯他 因为少年不懂啊 不懂事啊 到20岁了 他不懂什么叫性啊 有没有 这种很奇妙的想法 就说 哎呀这些小孩子不懂性 这个小孩子是做的 纯洁的干净的 他取到性的话 就不太好 就不纯洁啦 国家就会毁灭掉啦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让这个 这个青少年 不要去接触这个案子 要保护这个青少年 那有一个法官 结果后来他打官司 打是打败了啦 还是缓刑啦 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我就去探听一下 到底在司法官训练所 怎么样教法官的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按照 刑法的教义来看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法医 起来 我家机关去以后 我所教出来的学生 老大话会这样奴隶 我是看到很悲哀啦 但是 要怎么说呢 很妙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法律是文艺解释没有错 法律文艺解释是说 使人 有没有 接收了暗示 有性交易的暗示 这个人有没有 虽然说 条文里面 没有规定说是 18岁以上以下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解释一个文艺的时候 我们会限缩 会扩张会限缩 这扩张限缩有用目的 有用体系 一大堆的 那最主要是用目的解释来限缩 而这个条文是保护18岁以下 所以说怎么样 当然 这个整个的法律 就会限缩这个条文的人的意义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 使18岁以下的人 感受到有什么 性交易的暗示 那既然 实际上来的是一个欧巴桑的话 对不对 18岁就没有接受到暗示 这应该就是构成要件不该当 结果 没有一个法官采取这种见解 反而在那里 用另外一种解释说 使别人性交易 我自己跟别人性交易这样 掰来掰去 掰到最后面有没有 连我都觉得这种掰法有没有 根本都不合理 其实最合理的是目的解释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学过行种行分的学生 都可以了解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一当法官 就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 然后有一个法官跟我讲 反正缓刑无所谓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条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说司法改革 刚才杜律师是讲说 警察应该是第一个要去改革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改革效率太低了 四万多个警察你怎么样去改革 这真的是很困难 有一个地区大同区的一个 我哪有这个时间 我转介给律师 结果警察讲说我们不要律师 我们不要教授 那教授哪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十六周每周两个小时去帮你上课 不 人家也不要你啊 人家形象好的教授 其实像好的教授这个内涵如何他不管 其实我觉得说 其实我们只要把法官训练好的话 法官真的有这个种 法官也没有什么记过问题 也没有什么bonus的问题 对不对 他本来一个月薪水那么高 而且只要工作两个半天而已 法官工作量就两个半天而已 对不对 现场发来 卷宗拿来 当场一面看一面问怎么样 欸 一卸其工作两个半天 薪水 怎么就在这边 怎么敢打官啊 嗯 就提出要够准备一些 所以说到白云也堵死这一批 然后再换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叫做台湾饭 这样 两月以下有几个钱 你只要举手就好 麦克风会送到你密接 你可以指定台上的任何一个发言 或是开放 今天讲的比较多是在性交易这部分 那其实因为刚好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是在性权人权还有警权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提一下就是 其实在性少数的部分 就是警察权其实也是充满了敌意 对于他们不在他们道德认定的这个正常的性身份上 他们其实是充满了敌意 而且以他们这个没有被规范的灵检权 侵犯到不只是生活 没法生存空间的这个同志族群来讲 其实那个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了 而且他甚至在这个灵检的过程当中 他去强化了因为社会偏见所带给同志 他不能现实的这个压迫 再让这个压迫进行了更大的这个强化的作用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警察灵检这个部分 在法律上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规范 很具体而明确的规范 那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社会这样自动自发的 把自己的这个基本人权丢出去 然后完全不顾的这个社会的普遍的这种情形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们谢谢 其实这位是我可以介绍一下 是同志咨询热线前任理事长 克菲 我们谢谢他的发言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在场的就是先 全自日本 那在日本的话呢 他当然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 他主要指的一个现象是说 有些高中女生利用课余的时间 会跟一些年纪大的中年男士出去玩 跳舞吃喝玩乐 然后呢会接受这个中年男士的这些 送的礼物金钱等等 那有些情况怎么会发生性行为 那有些不一定会 那这个发生性行为 他也不一定是说 也有可能是他给这个 男人会借给他钱 那也有可能就是 作为这整个的一个 就是他给他买名牌衣服啊 这些东西的一种回报吧 所以这叫原住交际 事实上是有这个意义 那这个意义在日本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他跟当时的日本的这个 所谓的高中女生王国论啊 高中女生麦尼库这些现象 他这些论述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的所指 他的定义在他那个文化里面是比较清楚的 那这个东西后来就到了台湾 那再到台湾去以后 当时台湾也有介绍日本这个现象 而且台湾也有翻译着日本的书 像加德纳这个东西 那么你从他的那个语言里面来看 就知道说 他们认为在当时台湾 还没有这个原交现象 就他说 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吹起这股歪风 你希望台湾不要 可是那其实呢 在台湾当时并不是没有 透过网路来进行通交易 但是当时不叫做原交 当时很多是透过所谓的 叫做一夜情这种名词 就是说他在网路上丢出这个一夜情 但是实际上是性交易 那么后来 后来这个在台湾 后来有很多人就开始用原交的名词 来取代这个 就是我要性交易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原交这个词 其实是 我第一个指出来就是说 它其实这个意思 可能不一定那么确定 就是等于性交易 那我所以我现在想想问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 也等一下请到各位这个法律的企业的先进 像比如说 我们学生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在零和报他们的这个广告 他们有这样的广告就是写说 网路史上的最大原交 怎么千万奖金等着你 什么之类的 像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 这种名词会被挪用很多嘛 像他们那个抽奖 他们就写狂抽农送 什么的这样子 你知道 就是好像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有 不知道是不是 刚才有讲了警察因为要拼业绩嘛 这无所不用其其 做出很多没有人权的事情 那我一直在想说 对警察来讲 其实我知道警界有很多人有抱怨 因为实在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工作环境 正式不做 那个叫他去去那个 机车被偷了 然后叫他赶快去查那个 偷机车小说在哪 他没有时间去查 他就花时间去跑去领检 那我不太知道说这 刚是除了从那个 那个叫唆这个地方去找一个管道 另外我不知道从警界本身 有没有一种内部的一种 一种系统或者规范 可以说警察怎么 可以不接受这些 他的长官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交付在他身上 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工作啊 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个内部的管道 可以说警察不应该做这些工作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 比较健康的环境 可以让警察 比较真的像人民的保姆 不是一天晚上做这些很无聊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个疑问 我不晓得有这种空间 那第二个疑问是 这个问题比较不太成熟 可是我觉得恐怕是 至少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关注的焦点 是那是鲁记勒暑 后来马英九到十月份的时候 他们内部开了一个会 那当然王卓军也在讲说 跟景森那个市长报告说 这个很恐怖啊 这个假结婚 现在来台湾这么多 几乎你很难很难 不去面对大陆妹来台湾用假结婚 进行真卖淫的这个现象 几乎很难阻挡 那么他们就开始在讨论说 将来可能有一种可以阻挡的方式 是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是陆委会或者从内政部的法令下手 那当然我觉得他原来对问题的设定 恐怕他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我认为马英九现在对怕的是 他不怕性交易这件事情 因为马英九是心知肚明啊 这个是进不了的 可是他对于这个 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有了一个整个扫房的一个政策 那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因为将来这个问题 他总要在这个地方下手 让警察不能够再多这个 多A钱 他如果这个A钱的这个问题能够 能够合板一点 我认为他本来那个张真之眼 B字眼的政策 他就会继续下去 所以我有点想对这个问题有点探测 或者想要有一个视野来看说 将来到底他去修法 他还能够往哪修 修到比较能防堵 他所谓的大陆妹来台的问题 那第二个他还有一个假设是说 大陆妹来台因为 这个我也不是太懂 他说就抓到大陆妹 然后几乎没有办法对人蛇集团 跟色情应召战的掌握 那因为大陆妹来的时候 都有那个律师其实帮他们忙 他说警方查期后 律师即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已涉案已进入司法程序者 若要强制出行司法机关同意 而向简易法庭提出抗告 所以一般简易亭会责户带回 常有人会再投入色情市场 他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地方因为 因为性工作者跟应召叶子 也找了律师来帮忙嘛 所以他们就是跟那个简易亭提出抗告 那所以他后面的结论就是说 正本亲缘的方法是将来要增加指纹比对的措施 这些我不是那么懂这个法力他的那个效果 我其实后面是想想来 想对这个事情多一点了解的时候来看 马英九到底你能防堵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基本上觉得假结婚是怎么防堵 我实在不知道 一个大陆妹要来台湾 台湾结婚你怎么去查 她是不是真的在卖淫 那我觉得当然因为他们知道说 这么多的大陆妹来台湾 这么多的卖淫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我现在已经听到很多大陆妹 其实非常在台湾没有人权 我听是从记者 因为记者透过一些管道去私下访谈 来卖淫的大陆妹也好 或者是非卖淫的人 还有大陆妹走在街上都被警察盘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扫房子扫成这个样子 在这么恐怖啊 所以我刚才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警察那边 另外一个我不晓得未来 如果马英九还真要去堵这个乳记勒书 他还会弄出什么招数 我有点想探索这个问题 我们谢谢日春王芳萍 那现在我们请台上五位 现在不知道哪一位愿意先针对刚刚提出的 三个问题和意见做回应 都没有人理我 那我们就按照原来的顺序 可以吗 你可以选择性的回应 好 我简单讲一下 有关于警察跟同志之间的问题 307的违法搜索罪 plus一般的 就所谓的一般毒辞加重其嫌二分之一 还有125条滥用职权逮捕罪等等的 那干嘛不直接就是对抗过去 就告那个警察 虽然说最后你们一定会败 对不对 无所谓啊 你告个几次 告个十年以后 终于有两个警察让你报复成功 我就觉得说蚂蚁熊兵啊 大家摸摸鼻子就算了 十年以后你还是一样会被抓 对不对 那就硬搞下去 台询会会支援你 这是承诺 不是 我是护会长而已 有位置 有位置 会长已经 会长在后面已经倒在地上 那第二 有关于原交跟性交易 其实用语上 是不是明确 根本无所谓 ENGEL COUSA 这种的名词 在日本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文化的问题 但我们这边来的话 最主要是说 我们所谓的交易 就是有对价性的交付 那你老雷也是对价 三千五也是对价 那这个对价的话是谁来决定呢 当然就由法官、警察、检察官来决定 像刚才邱律师讲的 一种层次非常高的三阿南高 这也是对价 所以说原交 Egre性交易 其实在台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字眼弄上去的话 是一点意义 没有 没有 不会出问题 援助交际 这个援助在台湾的话 就已经把援助画上 跟交易画上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说什么援助不交易 你叫你一援交的话 就说你是性交易 对了 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 我举一个很有名的 有白狼柱的社区 白狼柱社区经常淹水 你们知道吧 其实有很多地方 警察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为什么做不了 后来那个局长 因为那个局长 那是一个派出所 上面还有一个局长 他那个局长就讲说 警察的重点在于 巡逻跟领检 警察只要做好巡逻跟领检 什么事情都结束掉了 那什么去那个 日本话叫 那一种很多的 一大堆那个调查的方法 就不用做 只要领检 还有巡逻就好 结果他们援警 每一个都固定了 大概有半天左右 都要去领检跟巡逻 可以吧 那我说没有用的啦 结果不太高兴 那当然事后 当然是也没终点费 也没折马费 齐某区的那个警察 听说是被急过啦 以后要请警大的 不要请太大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要请警 警大的像黄部员的话 就不会讲这种东西 但比较了解内心嘛 我只是讲说啦 你邀请现在是怎么样 分成三层 最上级 中级跟最低层 各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能不能表达 我医师能不能表达 各有不一样的想法 上面会随便哈啦哈啦一下 那中间阶层的局长阶级的话 他会想到很多 如何去保自己的官 如何往上爬 那下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如何摸鱼 所以每一个层次 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你总一句话说 性交易的房子 上面讲的 跟中间下的命令 跟下面的执行 是完全三马事情 你要求他们什么一整体啊 上面来监控啊管理啊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台湾警察跟 我是留日的配方 日本警察跟台湾警察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还有最后面 关于那个遣返的事情 前一阵子 我有一个交过的 一个高阶警官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正在叫一部 正在弄网路色情 那叫一部 为什么要找我去搞网路色情 我是搞不懂 大概也只有这么一回而已 因为主持人叫做小绵羊 那小绵羊是 你知道在家里看网路色情 但外表就是一表失文 所以他在 没有母小绵羊 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今天听了你讲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那个警察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讲说 现在上级交代说 一犯案一抓到大陆没有 马上给我遣返 用两岸条例 马上遣返 但是实际上他认为说 两岸遣返这件事情是 法律上是不合法律 警察都要被训练 要更会诠释 我们所po上去的这个讯息 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再讲原交了 我们可能会讲什么 救国 或者 或者群策 或者户献 是不是 就是他是一个暗号 那 找的特别就是那个暗示性 就是跟性相关的暗示性很低 可是充满了其他各种正义口号的 这种就变成了 新的原交或者性交易的代名词 那我也觉得 如果你们要这么样死呆呆的去 诠释这个语言的话 那我们也跟你玩另外一套 那这样的话恐怕也 他们就会很累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叫暗示 因为有一个叫暗示 所以变成暗示 对 因为他过两天他理解之后 他就说那个是暗示 但是对 法律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 包山包海 你不管怎么弄我就把你包进去 那我们应该好好开始研究 陈水扁的言论 他所有的话我们都拿来用 对 每一个念法律的人都被 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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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遗交 我们呼吁大家要加入遗交 遗交的话就是那个 遗物 对嘛 遗物 对 有疫景啊 旁边有遗交 好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相关的 就是从克菲谈的同志人权讲起 李茂生可能会说改很慢很难 那我会建议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做法 几年前当这个很主流的妇女团体 开始要搞所谓良性平等教育的时候 我们有一批人就觉得 这个良性平等教育很可怕 因为他的可怕是说 他是用一套新的 带着性别的字眼的东西 来搞最旧的最老的那种道德包装 什么男性要尊重女生 女性要尊重自己啊 这种老东西 那我也觉得说 也许我们现在此刻 要从更低一点的地方做起 就是不是去把法官毒杀掉 也不是去把警察怎么样掉 而是从最基层最小的那个地方开始 当年要搞养性平等教育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搞性别平等教育 然后我们写出一些很浅的 很平易近人的一些东西 去教导一些不太一样的说法 那我也觉得此刻在台湾 尤其是现在大家想要讲说 要推动法治教育 那我觉得这个法治教育 就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 这可怕的东西是说 你如果回头去看各个中小学 现在在推动的法治教育 其实他们教的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遵守法律 而没有在里面包含到人权的问题 或者法律的权限在哪里的问题 所以意思是说 这样一个法治的教育 是使得法的统治更为完整 而不是讲清楚 人跟法之间的 这个应该有的这个位置 和这个关系是什么 所以也许在这个阶段上的话 我们会需要这个法律的学者 律师这方面相关的人士 都开始去搞一套不一样的 有关于法治教育的说法 来作为抗衡 而不是让现在各个中小学 就不断的开法治教育的 什么训练营 训练会 什么学分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 不过里方是一直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子 对不起 那会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主要讲到法治教育的话 这个跟台权会有关系 那时候学校要搞法治教育的话 他们就把钱流用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就要找一些公益人士 去召会的时候去讲 什么叫做少年人权 学生人权 那找来找去 就找到台大法律系 那法律系里面的公益教授 大概就是我啦 不要钱啦 反正早上五点半我就开始起床 我就开始坐车 然后再换电车 到一个叫做北什么国中的 什么投国中的 有没有去演讲 那七点半我应该到 但我没到 我是七点四十才到 我就感到非常抱歉 本来要讲说如何去尊重生命的 然后我 因为他们操场已经废掉 就是在盖房子 所以就在六楼顶楼 那一去了以后怎么样呢 我在那边等 校长在那边训话 那全班四十几个学生 有两个人 我说人权这个东西是一个 人互相尊重 在尊重的那种情境之下 才会产生的一个规矩 那我话还没讲两分钟 校长 训导主任在下面 一般四十个学生里面 有两个在讲话 就全班站起来 然后站了五分钟又坐下来 那我根本没办法演讲嘛 没办法演讲的话 我只要讲说 什么叫人权 我就讲实在话 人权是成人的玩意 而成人的语言游戏 那成人有没有权利呢 就看你有没有power 有没有钱 有没有事 对不对 那小孩子的话 我们说你有人权没有错 对不对 法律规定不能违法搜索 对不对 但老师可以搜索你 为什么老师可以搜索你呢 你有种去告 告了以后你也会输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小孩子 小孩子只能嘴巴给你人权 世界上绝对不会保证你的 我希望各位同学 以后长大的 现在你人权是我侵害 不要紧 20年后 你要解释你这种人权 不要用同样的方法 像大人带你的方法 很好去对待你的下一代 这个就是人权的实践 我这样讲了一个小时 结果最后面怎么样 夏美老师开始骂你 我说得很好 我觉得 我说得很好 后来夏美就老师在那里骂 说什么介绍这种人来 有我们怎样交小孩 后来八点半下来以后 我就跟辅导主任谈谈谈谈 谈到十一点半 我跟辅导主任讲一件事情 我说不要紧 我是公益教授 时间多的是 你们学家里面的导师 哪一个想来跟我接触的话 我们约个时间 晚上到咖啡厅 不是元宵 我们来沟通 我们来沟通 沟通 结果前几天 那个辅导主任打电话给我 他邀请函给所有的导师 说那天来演讲李教授 愿意跟我们来沟通 请问一下 有没有老师愿意参加 结果你猜 全校里面的导师 只有几位愿意跟我沟通 一位 他觉得很抱歉 说只有一位 你愿意不愿意 说不愿意 这就是公益事业 所以说你说法治教育 对不起 你去看一下教育部的人权教育 那个委员会里面的 刘静你在里面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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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 反正至少我这个公益教授 是不可能在里面 明白了说 原来我也是个公益教授 因为常常也是有事没事 跑到各个学校去 尤其是刚刚那个 梁西平的教育 在开始推动的时候 大家搞不清楚状况 陶渊县县中无人 所以说听说中大 有一个什么系统研究室 然后就有很多学校找我去 还有二十几所学校 我就每一个学校都跑去讲 只能讲一次 对啊 但是总比零次好 所以我的原则是说 如果有学校请我 我一定拼死拼活都要去 因为怎么可以放上去 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去了以后 当然很有机会 会跟老师吵架 就是你讲完 那会有人要问问题 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知道 学校里面不是老师 都是同一个样子 你也会触动到 学校里面另外一些 身上有反骨的人 会做不一样事情的人 你要做的就是去拉那些人 去策反那些人 好让那个学校里面不太平静 那我也觉得公益教授 有时候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以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说得出去 那我刚刚为什么要谈法治教育 我就觉得 如果我们有些人 有些机会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打折水棍上 他要搞法治教育 你也跟他搞 你跟他讲不一样的东西 他要搞道德重整 你说我也是要道德重整 然后跟得上去 然后讲一些另外的东西 总而有个机会去讲 因为不讲的话 就跟他讲一样 你不讲你不去做的话 就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李茂生鼓励同志起来打官司的话 那我也鼓励李茂生啊 顾玉雄啊 我们大家就一起再继续多上 然后多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总是有机会啊 已经没机会了 你是讲 学校很多耶 学校很多 但他们也会喘啊 我们祈祷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还没有听说我们的名字的 我赶快还可以找我 发东西 对 因为我觉得目前尤其是 大家好像义正直言在推法治教育 推 可是我觉得推的实在是大有问题的 这个法治教育 这方面的话需要有更多的人 能不能投入这样 公益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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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图回放在岛屿的历史过程中 那些为了反抗歧视 镇压 忽略欺骗 波销 为了在这个美丽之岛上 宣告之身作为人的存在 他在那里面 他在那里面 他在那里面的CD后面的广告词 美丽之岛 人之岛 美丽之岛 其实我根本忘掉我刚底下的人讲什么 不 刚刚王邦平说 要如何 是如何防止 那个假结婚真卖淫 他们现在不是警察都有在 测验唱国歌吗 所以只要进来的时候 进海关的时候 我们都测验他唱国歌 不 唱国歌 国歌比较容易 但国旗歌他们已经唱不来 国旗歌 这样 前阵国旗歌有被唱出来 在棒球赛比棒球的时候 唱国旗歌 这样二 deixar 然后下面呢 厚控刘静怡把他唱 我已经下单了 居然还有人会唱那种歌 我什麼年紀 你會唱第一個版本的總統獎公紀念歌 我會 我也會 我小時候唱過 你不管把原教改寫成什麼樣子 就像我剛剛說的 大概一天兩天之後 基本上就會被定義成 會被解釋成這個法律條文裡面的暗示 那繼續創新 對 那所以就是繼續玩 所以其實一個根本解決方法是 你在解釋上面必須要做一個所謂線索性的解釋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法官都不會做這樣的解釋 因為剛剛講過的司法官去念書 不教這種解釋 那所以事實上它應該是一個 你從憲法上面來思考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所謂的文字過度模糊 跟適用上面過度廣泛 應該是一個違憲的條文 這是唯一一個正本清源之道 那當然他也不相信有人會去打這樣的憲法官司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的大法官偉堯也不是太有把握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即使如此 還是同志仍需努力 所以就去打官司 就去告他 你不做這種方式 就是說訴訟本身也是一種運動的方式 你如果不這樣子做的話 這些問題就只能在這裡講 講完了晚上大家要回去看電視 這個 一個是又看到一個什麼樣的 類似的案子又出現了 又非常不愉快 然後這個 每天24小時在這邊重複 好 那個應該是沒有錯吧 應該是靠個案的發生來累積一個 累積一個 一個什麼 樹立一個什麼 里程碑吧 或者是什麼樣子 如果有特別好的案例的話 這個應該 但是 跆拳會跟律師公會 可不可以提供一個名單 就是什麼樣的律師可以幫忙當中 找跆拳會就好了 那個副醫師也是跆拳會 對 跆拳會 跆拳會有責任要將一些 因為它就叫跆拳會 所以當然如果特別在人權 好像有叫別人的事 具有指標性的 意義的東西 當然就是要拿來 當一個case來做一個配戰 那麼29條有沒有違憲 我確實覺得是 尤其做過度擴張的一個解釋的結果 確實是有違憲的嫌疑 這個可以來嘗試一下 那另外有關那個警察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太 講的是一個現象 但是引起背後的原因 那個是太大了 因為這個整個涉及到警察數字 升遷跟這個 警察這個專業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大 這個 人家說像日本 有很多其實措施上 比台灣的 就是說措施上 侵害人權的措施上 還更嚴重 但是因為他的警察的數字 基本上是好的 那我不曉得這個 你媽媽同學也比請台灣來 所以相對性來看的話 人民對這個警察的信來夠的話 他很多的作為的引起的 這個國民的感情上的反彈 沒有像台灣這麼嚴重 那你剛剛這樣舉的那種例子 等於是都不相信 基本上都不相信警察 那就蠻嚴重的一個事情 其實如果把那個 不管是什麼 你畫到說 這個是歸移民這一塊 那也是有個專業的 移民警察在管的問題 你把警察的病 你把它畫大一點的話 任何都是涉及到 有警察權的形式 這個部分 是很難去離開這個部分的 很難離開這個部分的 那這樣的話很不得了 那所以這一塊部分 這個是很難的 這個整個跟警察的制度 也是有關係的 我們警察 警察這個體系很封閉 這個警官跟警員 這個界線又有一個很奇怪 所有的警官 一定是中央警察大學畢業 才能夠去 然後也最後才能當署長 絕對不會是 台大法律系畢業 去當署長 也就是說不是開放性的 那同樣比起 日本的警示廳的聽長是 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 這個就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個當然產生 整個整個警察內部 有關係在做 比較開放性的改革 這方面的困難 剛剛提到 比如說像那種績效評比 這個東西 反而就是一切 很多問題的來源 但是這個 可能你要叫它改的很難 不過現在警改會 現在有一個警改會 警改會一直在跟 林業施改會在做記憶 所以我們現在 當然在推 林業施工房 這個事情 這一點就是難 他們比較重視 整個警察制度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可能在看 有透過 不過 這個部分太難了 這個要處理 我看好幾十年 可能不能把警察 整個術服作為有效的提升 獲得人民的信賴 然後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外部上面 要透過法院的案例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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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剛才講 就是說 你看像陷害教授 如果法院不要那麼保守 像我們相對性來講 地院是保守的 高院的 地院是有一些年輕法官幹的 可是這種案例 一旦高了高院就被拿掉了 就被拿掉了 所以你不特別的給他一些猛藥 讓他知道說很多違法偵查 違法調查 違法偵辦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是不對的 是整個案子都不行的 都會被拿掉了 然後促使他做一個 從更進步的做一個合法性的一些錯誤 這個法院責務旁貸 這個法院責務旁貸 那所以這兩個部分 法院的這個 透過一個案例 來賓到五點 可是因為我們有點延遲 所以我想問一下現場的來賓 有沒有誰有問題 一定要問最後 這有一位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必須做最後的結束 不知道會長有沒有什麼意見要補充 公益律所 他確定沒有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 我們先請前面 你有 我也先問題就是說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先好不好 我們右邊這一位先 所以我們就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請台上在回應的時候 是不是就做一下簡單的結論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整個聽起來 而且然後我們的法律也有問題 就是那個 兒童青少年情交易公司法 然後警察也有問題 因為他們把零解釣魚當正常 就是正當的做法 然後社會情感也有問題 就是他們不認同性交際性交易 或者自由的性言論 那剛剛就是有提到說 對警察我們可以講 就是用反告回去 他們堵職或什麼的方法來對抗他們 可是像法律有問題的話 當然剛剛有講到 可能有違憲的方法 可以再去慢慢弄 那可是其實法官也有問題 難道我們也要去告法官堵職 因為他亂判 就是照那個論點來講 他是在亂判 因為他把一些很奇怪 比如說根本雙方行為 雙方當事人都不是兒童青少年 結果他也把他用這個法 調或什麼的 那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社會情感的部分 當然可能是靠運動 或者是傳播的方式 但是其實這幾個環節 可能都是相扣的 就是像法律的部分 顯然那個司法官 就是私訊所 他是一個壟斷的訊息機構 所以他讓所有的法官都認同 他們現在在做其實不正當的事情 那警察也是一樣 那因為其實也沒有其他的管道 產生警察 可是像那些司法官的話 如果他們沒有其他的訊息 或者是其他可能改變的外力的話 那他們也的確就會繼續這樣做 當然人民 就是微小的人民 可以用那個不斷告 告個十幾二十年 可是問題是 有沒有比較大的力量 可以從中疊斷他們那樣子 一貫的一種生產方式 讓他們這樣子繼續產生 這種不正當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建議就是 剛剛提到一些比較好的做法 比如說哪些資源 然後哪些法律 可能為就是受剖 還會受剖削的人可用的 那這些資源 其實如果做成小冊子上 海權會應該是做得到 那老師有聲音可以做 第二位 大家好 我今天聽了很多就是 最後一個感覺是 百費待舉 然後萬般飄零 何處是我家 那我會覺得說 我覺得 當我聽到了我們的職業的律師 他提到說 OK 這個法律需要有待改進 那我們的老師也是說 OK 這需要等待著 怎麼樣子的抗爭 那我覺得如果回歸到一個 最基本的人權上面 如果我就是那個 勘登業勤的 我就是被抓了的話 當下我可以用怎麼樣子的方式 來保護我最基本的人權 讓我想要詢問的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或者是說就像是 剛剛玉利他提到的 有沒有一個小測子 還是說幾個小的簡單的方式 告訴 或許是給我們一個明燈 讓我們說當下我們被抓到的時候 其實怎麼樣子 是一個基本的人權 可以告訴執法者 說其實你們這樣子把 對我的人權是有傷害的 我有沒有一個是 很具有所謂法律效力的 很有力的方式 然後來為我自己說一些話 那我想這樣子的問題也是 我今天能夠得到一個 最實際的一個答案 而不是說我的未來 等待著其他人來做努力 我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為我自己做辯證這樣子 謝謝 對不起 我可以回答 建議那個小測子的名字 叫原家執行處理省策 然後如果警察對你 念你的權益是什麼 你就對他念處理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也有一個本子 可以對他念說 你現在在做的 將來都會變成成堂證供之類的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暗示的部分 我看過一個很好的那個暗示說法 他說我名字叫巴爾 我在尋找我的半島 就巴爾幹半島 大家有些法律案件 大家有些法律案件 該到該怎麼樣 找他們兩位都沒有錯 那如果在學理上必須要探討 或者是對稱方面的 台上也有兩位老師 李茂春老師跟柳靖老師 他們都能夠提供給大家 可能相當好的意見 所以台原位的資源其實很少 但是有這幾個人 介紹給大家的請求 那我們現在台上的回應 其實我們還有薛董 會董 一大堆董事長都非常不錯 名字要不要公布看會長 這樣子我用很簡短的方式去講 我們生存在權力關係裡面 沒有完完全全的課題性 已經把你壓到無法生存的那種支配 現在不可能 也沒有完完全全的自由 那也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需要秩序 所以我們是生存在一種權力遊戲裡面 那什麼叫做自由 並不是說什麼 抗拒支配得到 沒有人可以管我這叫自由 什麼叫自由 生存在可能被支配的領域裡面 但是擁有無限的反抗可能性 這個東西叫自由 這個不是我講的 允許要復考 真的要說 真的啦 懂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在這一個世界裡面 一直用很無聊的事情 一直在戳罰關戳罰關 我講一件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今天下午我要參加另外一個 叫做本能基金會有沒有 就是他人叫本能基金會 他們也要開一個研討會 打電話叫我去 然後我說我不行 會長會拔了我的皮 我必須要再戴到五點多 他們開一個叫做體罰的 有一個不知道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我不知道 其實說是徐州路大學 那裡有一個大學畢業的 一個實習法官 他主張說體罰不會有罪啊 為什麼呢 你在體罰的時候 如果老師是用愛心 用教育的甘點去體罰的話 因為他有善意 所以他沒有故意 那我就覺得奇怪是誰交出來 可能是台大恰老師不是我啦 那同樣一件事情你跟他講說 我在性交易 我也是用福大宗的心情 我有善意啊對不對 所以我也沒有故意 我也沒有性交易 但是就性交易來講 他就不行不行 對於體罰可以 這個東西不是牽涉到法律的觀點 而是牽涉到他成長的過程 流程司法訓練 法官的那種情境一大堆的人 所以他一整個人可以吧 那我們是怎麼樣 兩千個法官 你不可能叫他一次全部改掉 戳幾個戳幾個 我跟你保證 只要說他的指導老師是禮貌生的 他跟你講這種話有沒有 你跟我講 可以吧 那你要幹嘛 那你要怎麼樣 你學位已經給他了 你還能怎麼樣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講 我是屬於那種 陰間的那種控制型 我會給他盯到草人 打小鬼幹嘛 每天晚上兩點鐘 我就打電話給他 說違背我的教導 讓我感覺到很難過 我跟你講 我會講到他最後面 他在法官做的講話 其實我在這裡面 所主張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如果要立即的說馬上這個案子我要得到保障 跟你講不可能 可以吧 唯一有可能幹嘛 你去革命 把整個的秩序搞壞掉 像我剛剛講的下族 換另外一批 請問一下你換另外一批 另外一批怎麼樣 不見得比這批還好 但是你在革命的那一個同時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為什麼不能告法官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法律是一個吊詭對不對 可以吧 合法非法 用什麼來決定 有法 那決定合法非法的那個法 是 他是合法非法 有什麼來決定 有法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說這是一個 它是一個極大的吊詭 對不起等一下再回電 這是一個極大的吊詭 那麼為什麼這個最大的吊詭 我們不能破關 因為這是一個秩序 在這個秩序裡面 我們可以獲得反抗的可能性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吊詭 提前馬上把它崩開來 這個秩序硬沒有 請問你有反抗的可能性嗎 你連命都沒有可以嗎 不要說我保守 我所說的自由是什麼 在權力遊戲裡面 所維持住的反抗的可能性 很簡單的一東西 最後有點像不像法律 但是就是如此可以嗎 何老師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不要從這邊過去 因為剛過去就有話要講 因為我兒子 我剛好接李光森的話繼續講 他講的大一個理論 所以我講說落實到具體的案子就是說 我想我們絕對不鼓勵你在個案上面 在現場跟他做一個如何的 一個衝撞到讓自己 但是你可以利用某種程度的衝撞 那麼在事後 事後透過有像跆拳會的這樣子的一個協助 可以來建立一些指標性的案件 這可能是就是都是 這所有的過去以來都是這樣在做的 都是這樣 那你不要沮喪是說認為說 好像你們沒有辦法保護 律師也沒辦法保護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律師也常常被打了 所以... 好 我想我可以靠 像我再掉下去兩次 對不對 有一次是流血 就是說有一個理念建立是為了護衛 這個流血 有一次是... 算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可能犧牲太大 我們不贊成在個案上犧牲太大 但是呢 你個案上藉著一些具有一些意義的案 那麼來透過一些協助 然後透過一個運動面 或者是透過單純的司法的程序來努力 這個應該是可以的 那... 這個法院一定是 相對於你們現在在做這個看法 相對來講 法院的見解一定是保守 這不管是在任何的社會裡面 即使你說以美國來看 都還是比較少數見解比較接近 多數見... 多數法官的看法還是屬於區域比較保護 像剛剛那個29條那個案子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 因為我是代表台北市 我後來發現就是那個司令判無罪 他就提出來討論 那那個案子裡面討論了之後呢 就有正盤不動意見 最後沒有辦法 可是表決 那表決你也知道一定是有罪說的讚多數嘛 我就是這樣 那他為了要統一法律見解 他只好這樣 那當然院長也自我嘲諷說 法律見解當然不能表決啦 真理怎麼能表決呢 但是我們沒辦法 我們為了統一知道表決 還是表決啊 表決完當然是 所以現在大概是 那個以後會登出來 才有罪說還是會 這個有時候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個 那他反映某種程度的一個價值觀 那我覺得你們在座的 如果相對於很多人出去談說 馬英九他為什麼敢這樣 因為馬英九講這個不會引起 他是有票嘛這個部分 那很多人認為這個部分是要打擊的嘛 對不對 我不曉得他 不然如果照他講的話 如果沒有大家一直是打法的話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部分當然就是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了 但司法在這方面 某種程度就是要比較更精細的來處理 像我剛剛講為什麼講29條 比如擴張適用到違憲的程度 因為沒有法律侵害 怎麼可能用刑法來判呢 我純粹從一個刑法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沒有法律侵害然後來判刑 這個簡直是已經誇張到了離譜 這當然有違憲的問題 那司法要處理當然就是比較精細的 從這一面來處理 政治的問題就不是法律 我會很簡短 應該從哪裡講起 29條我覺得基本上不能用很消極的 就是說不去試用他的那樣子的情況 就像那個40是不是40 40嘛 對 就是說你用不去試用的方式 讓他變成實質上是一個廢條文的方式 那好像就不會有危險 但是問題是只要法律在那個地方 警察都會去用這一條 所以最後恐怕就是說 還是必須要做一個解決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法律制度裡面 提供蠻多的那個所謂抵抗的可能性 那我想今天這麼多這個做實務的律師在這邊 其實也告訴大家一些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手冊的那個上面 應該寫出來的很可能性在那個地方 那事後其實還有很多的這個救濟的可能性 然後這個不要太悲觀 雖然那個要很長的時間 那至於其他結構的問題就是 你很難講 景大爺叫我去演講 那其實也只有一次而已 那我去都沒有這個機會 那因為我形象比較好啊 而且我是女生啊 他們喜歡看啊 你終於反擊 他們甚至還說你一天到來 批評我們警察這個所謂的誤解法律或誤解程序 誤解什麼 辦你來教書好了 但是我能夠 我只能忍受我一次的 我實在沒有辦法忍受每個禮拜去被他們荼毒 所以這個還必須要有很多的這個考慮在裡面 其他的其實還有的問題 其實不是所謂的警察這方面的問題 很可能是根本就是整個社會上面 不願意面對那個自己的雙面性格的問題 那這個不是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這個 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我想那個可能是一個更深的問題了 OK 關於手冊 這加拿大他們印的 就警察的權利 是Police Palace 裡面告訴一般人 如果你被警察攔下來啦 被警察 嗯 領檢 或警察要到你家敲門 或警察要敲你的車窗 你怎麼辦 你有沒有義務開門等等 說得很清楚 然後那個網 上網這點再也沒有提到 我覺得電腦根本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我不會電腦 所以如果我們把電腦消滅掉 那就沒有在網上援交被逮被處罰的問題 其實我的結論很簡單 性交和性交易都是無罪的 現在那些法律都是違憲的 那警察長期以來的領檢 特別是這陣子對旅館的領檢 全部都沒有法律依據 那些都是違法的 這點我們可以問警察 他如果能夠找出一條法條 說他可以去敲旅館的門的話 那我錯了 再錯可能都錯了 但上面沒有任何一個法條 說警察可以去敲旅館的門 除非他有相當的證據能夠顯示 那他懷疑 陳靜心躲在旅館的某個房間 他怎麼敲那個房間 你死掉的人怎麼可能躲在旅館 你還是指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講話講清楚 沒有沒有沒有 他只比我大一歲 你是說禮貌證明大一歲還曾經進行嗎 差不多 差不多 那這樣應該結束了吧 我看都結束了 台灣有那麼多問題 他因為前會長叫做黃文雄叫Peter 他一直在喜歡說的叫做台灣人權第一疑案 我想這都跟台灣人權第一疑案有關 他所說台灣人權第一疑案是 跟台灣過去幾十年的不正常的歷史有關 也跟台灣長期來被孤立有關 因為既孤立再加上長期幾十年的不正常 那讓大家整個都扭曲了 這是一個扭曲的社會 那很多資訊也很缺乏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警察 那樣的警察官 那樣的法官 還有那樣的教授 謝謝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們談了很多問題 是跟立法和執法有非常大的關聯 立法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琢磨得比較少一點點 從我們過去經驗看起來的話 從道德立場出發的立法過得還滿容易的 像今天被詬病很多的這種婦女條例 所推動一些所謂保護你的那種法律 那種法律到最後施行起來 其實對於他要保護的對象 反而形成一種阻礙也形成一種傷害 那我們今天還沒有談到這個兒童與青少年性交易 防治條例所抓到的那一些青少年和兒童 是怎麼樣被處置 這部分我們完全沒有談 我們只在談這個人交這個部分 那他們被送進什麼樣的收容所 被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這個部分我們都還沒有談 那我覺得我們也許以後的話 真的要提高一些警覺 就是對於新的立法要好好的看一看 然後多發表一些言論 尤其是有言論空間的教授案 職業律師們以及人權團體們 對於立法的過程當中的意見的話 一定要非常積極的去介入 而不要讓這些法律太容易的過 尤其是這些法律相關到了 跟污名跟姓相關的時候 這個法律就沒有討論空間 因為最保守的最傳統的道德 就主宰了這樣一個法律條文的設定 然後擴大無限 這部分的話我覺得是我們未來 要對於立法這部分要注意的 那另外的話 對於執法和我們可能的抵抗的攻擊的話 今天已經開啟了幾個可能的 未來的努力的方向 印冊子我知道 財拳會不會說沒有錢印不出來 但是至少可以放到網站上吧 然後我們就多做幾個連結 我們幫你把它送到各個角落去 然後傳達到給不同的群體去 這部分的話我們要感謝網路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更廣泛的 把這個資訊也傳出去 但是我覺得像這種實用的這個小冊子 是滿好的 剛才有人問說 到底今天我彈登了一個圓交廣告 然後警察釣魚把我釣出來以後 在賓館門口我能做什麼事情 剛才沒有人具體告訴我們能做什麼事情 誰可以告訴我們能做什麼事 不能做什麼事 扶手就勤 像那個醫生他出來以後 他被盤問說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根本就可以拒絕回答 對 你可以拒絕回答 那拒絕過了也都怎麼辦 你的意思是說零檢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拒絕回答 什麼時候都可以拒絕回答 OK 那如果說是像這種被約出去 然後走到了賓館門口 一樣喔 靠我裡面都可以拒絕成數 都可以 肩末全是可以拒絕成數 OK 肩末全 我在報章也看到過另外一些做法 就對肩末全這個說法 然後對於年輕的孩子來講不太適用 這不適用的方式是說 因為他們膽子很小 因為看到警察就很害怕 這是我們法治教育非常成功的地方 看到警察就很害怕 然後警察就跟他講說 你承認把承認比較輕 或者說你不這樣說的話 我們不讓你回家 或者你不這樣說的話 我就打電話跟你爸媽說 或者通知你學校什麼之類的 有很多很多的威脅 你不讓我進群就是妨害公務 警察隊長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明天是還會有發一個人權卡 那上面就有寫什麼 隨時可以幫自己 拜託把你的人權卡也上上網 我們幫你傳吧 因為我覺得這一類型的資訊的話 其實滿重要的 那今天的話 給Sally的回答是說 這個揭默權的部分 我們需要多認識到 請問這個資訊 現在在什麼樣的網站上 可以看得到嗎 你說那個 跆拳會的這個 有關於基本這些 揭默權什麼這些 私改會 私改會應該可以跟那裡 私改會 明天私化改革基金 他們會在網站上面 以前有出過 好像類似一個信用卡 像一個人權卡 可以帶在身上 這個有在網站上嗎 OK 因為這個 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薛青鋒律師曾經寫過一長篇 叫做《反制不當靈檢的方法》 那我們來想辦法 我要從他這裡 從清化權這裡 哪一些東西來 面對靈檢完全手冊 我們想辦法把這個資訊弄出來 然後廣為傳播 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自己的 可能有的權益在哪裡 可以怎麼樣去對付不當的侵權的行為 那這部分的話我覺得今天 其實座談會重要的意義是在於 有某一種串連的效應 也有某一種讓大家知道說 還有其他的可能的抵抗中間 我對於聽到李茂生講復刻的領導 我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我以為我們台灣的法界人士 很少有人會讀復刻的東西 他不是在台灣讀的 他是去日本 不是在日本讀的 但是在台灣拜託多多的 多多的講一些這個 沒有關係 他這個批判犯罪學的靈感來源 好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可以在這幾方面 像我今天我就多認識了幾個人 下次有人再問我說 有什麼問題要解決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有哪幾位公益律師 或者公益教授 是可以請去演講啊 是可以幫他們去回答一些比較簡便的問題 這方面的話我覺得是今天座談會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就 好 我們最後再要謝謝台上的會獎 我想我們除了 有這個區公益討論的經濟概念 也獲得了滿多資源 要謝謝台中會會長的理工 然後謝謝一區公益律公益討論 希望你這個人會更加沒辦法 謝謝郭律師他說沒有問題 要找薛君鋒 因為他是人權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所以這個場地是 只要跟他合伴 這都可以用 那我們謝謝各位來參加這個座場會 我們下次我們還有更多連結的機會 謝謝大家